李十七喝了一口茶 瞥了他一眼 道 这件事 我早就考虑过了 在缝制衣服的时候 我把一些轻身的符纹和符篆 缝进衣服里 所以 你穿上之后 重量会减轻 而且 我在这衣服里面注入了不少的符纹 只是镇压和逐渐练化你 体内的邪性 你的力量和翅膀 还可以正常使用 甚至 还可以加速 趁着还没有回到枫叶城 你可以出去外面试一试 及格文言 神色一喜 立即就打开车窗 跳了出去 身在半空时 他的背后立即就长出了一对 如同熊鹰一般的翅膀 翅膀展开 足足有三米长 让他可以在半空之中飞行 而且 经过飞豹宝衣的伪装之后 这翅膀非但没有一点点妖王的邪性 反而充满了一种圣洁的气息 这气息衬托着姬哥现在小孩子的形象 让姬哥看上去特别的帅气 有一种一族的感觉 哈哈 真是帅啊 姬哥哈哈大笑 兴奋无比 他自己能感应出来 穿在身上的这件宝衣 妙用无穷 他在苍穹之上飞行 滑翔着感受着宝衣带来的种种好处 兴奋莫名 果然 在妖生的道路上 选择远远大于努力 谁说当奴隶不好啊 当奴隶太棒了 当李时期的奴隶 更棒 这种待遇 比当一个自力更生的妖王 强得多了 他在苍狼林运营那么多年 占据了那么多的天才地宝 结果修为精进的速度特别慢 如今成为了李时期的奴隶妖兽 光是这件宝衣带来的收益 就比他以前几十年苦修都要强得多 想到这里 姬哥纵情飞翔 嘴里发出了无比幸福而快乐的倾笑 司机小吴看着姬哥这样 眼神之中充满羡慕 而后 他又看了一看 在坐在马车窗口的李时期 心里敬佩无比 年仅八岁 就已经有此等可怕的实力 符文之力也这么出神入化 这个时期也 前途无量啊 李时期坐在窗边脱腮 看着姬哥在高空之中飞行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好像是在看着儿时的自己 那个时候 十二哥和十三哥每次买玩具 临时给他时 他也是像姬哥这样 兴奋莫名 快乐无比 只可惜 现在那种儿时的快乐 已经有点找不回来了 毕竟 他已经八岁 不再是三岁小孩了 可惜 他终究不是真正的弟弟妹妹 我还是要尽早找一个 比我小的弟弟妹妹养着才行 李时期在心里说道 他之所以把姬哥变成这样 那完全就是小时候的愿望 以前 他是桥洞里最小的流浪汉 经常被人捏脸颊 被大哥大姐使唤着干活 所以 他做梦都想 有一个比自己小的弟弟妹妹 自己也当一下大哥 只会一下弟弟妹妹干活 耍耍威风 现在 姬哥虽然是小孩子形象 但是 他曾经见过 姬哥真正魁梧雄壮的模样 代入感不好 无法把姬哥真正看成一个小屁孩 主人 来 喝茶 主人 您看 这样的力度可以吗 姬哥在体验了一下宝衣的强大和玄妙之处后 立即就从空中飞了回来 落在了马车里面 毕恭毕敬地为李时期泡茶 同时 他还为李时期按摩锤尖 异常的殷勤 这位可是他的主人 更是他的贵人 必须要伺候好了 李时期很享受地躺下来 指着自己的大腿 道 捏捏腿 捏捏脚 姬哥欣然道 好嘞 接着 他开始不断为李时期捏脚按摩 不得不说 身为妖王的他 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力度 掌控得特别好 按摩得特别舒服 李时期十分享受地闭上眼睛 心道 原来按摩这么舒服 难怪阿公和十二哥他们经常 让我帮他们按摩 享受啊 以前在桥洞居住时 每一次他们任务完成之后 都会买很多好吃的开吃 吃完之后 阿公和十二哥他们就坐下来 让李时期帮他们按摩 现在 李时期终于也享受到了 当年阿公的待遇 枫叶城 城门处 柳诗诗正在焦急等待 此时正值深夜 他接到了柳洪奇的万里传音符之后 第一时间就起床 换了一身衣服 前来这里等待 也不知道等了多久 终于 他看见柳洪奇亮亮呛呛地 出现在了枫叶城前方的森林外 衣衫蓝绿 遍体鳞伤 看上去无比的狼狈 在柳洪奇身后 还跟着一群无比可怕的邪碎 老爷子 柳诗诗神色一变 第一时间记起脑后神龛线 向着柳洪奇飞了过去 在他的神龛里面 一颗由神龛孕育而成的圆珠 绽放出璀璨光芒 冲出神龛之外 跨越了长空 照耀在了柳洪奇的身上 柳洪奇被光芒照耀之后 顿时精神一震 体力恢复了不少 速度变快了起来 看见他变快 他背后的那些斜碎 也加快了速度 如潮水一般 向着柳洪奇扑杀过来 柳诗诗神色一变 急忙对守城的警察说道 快 玄黄奇 负责看守玄黄奇的守城队长 立即就系起一道符纸 冲天起 融入到了玄黄奇内 玄黄奇光芒大圣 照耀四方 光芒 把刚刚扑到柳洪奇身后的石头斜碎 瞬间斩断 化为积粉 其他的斜碎神色聚变 立即停止脚步 不敢继续追赶 看着玄黄奇的眼神 充满惊恐 而后 他们又咬牙切齿 盯着已经进入了 玄黄奇光芒笼罩范围之内的柳洪奇 眼神之中充满愤怒和不甘 煮熟的鸭子 飞了呀 聂处 还不快走 守城队长怒吼 那些邪碎们 看了看光芒愈发灵略的玄黄奇 缩了缩脖子 转身 迅速跑进了黑暗的森林里面 消失得无影无踪 守城队长看到这里 这才松了口气 柳诗诗冲了出去 搀扶着柳洪奇 慢慢回到了城门口 一边走 他还一边掏出了一颗丹药 塞进了柳洪奇的嘴里 关心的问道 老爷子 您没事吧 柳洪奇回到城门口之后 这才放下心来 一屁股坐在地上 气喘吁吁 面容惨白 在心里说道 李时期 简直就是魔头啊 没有了马车 他是硬生生从五百里外的 苍狼林一路杀回来的 一路上 遭遇了数不清的邪碎 险象还生 有好几次差点死掉 同时 他对李时期 更是恐惧到了极点 暗自在心里发誓 以后再也不去招惹 那个魔头 太可怕了 尤其是想起 自己变成幻影非暴 被漫山遍野斜碎追杀的场景 他更是不寒而栗 惊恐到了极致 这样痛苦的滋味 他这辈子都不想尝第二遍了 柳诗诗疑惑地问道 老爷子 您怎么会搞成这样 路上遭遇仇家的伏击了吗 还有 吴叔叔和马车呢 顿了顿 他的表情变得有点悲伤 他们 是不是牺牲了 柳洪奇调整呼吸完毕之后 站起身来 沉声道 他没死 我把马车和他送人了 柳诗诗疑惑 送给谁了 那辆马车 可是柳洪奇千辛万苦才得到的 为了培养那八头羊角蛇尾师 柳洪奇可谓是费煞苦心 把这八头异兽和马车 视作是珍宝 平时 柳家 有人要用这辆马车 柳洪奇都不让 就连组长开口 都会被柳洪奇拒绝 结果 今晚柳洪奇这么轻易 就把那辆马车送人了 柳洪奇沉声道 送给谁 不用管 快 带我去办卡 还有 准备好一份厚礼 我明天要用 说完 他迈开步伐 走进枫叶城 柳诗诗看着他的背影 眼神愈发疑惑 难难道 老爷子受重伤都不治疗 却是想要去办卡 究竟发生什么了 柳洪奇在他心目之中 是顶天立地 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 今天 他却在柳洪奇的眼睛里 看到了一种浓浓的恐惧 忽然间 他脑里浮现出了一个想法 老爷子 不会是被山贼打劫了吧 柳诗诗是神兵型的负责人 消息灵通 封叶城方圆几百里内的任何风云人物 家族势力 他都了如指掌 在封叶城的东北面 有一伙战伤为王的山贼 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而且 实力无比强横 足以和苍狼林 鹿鸣山 鹰嘴领的三大妖王 斜碎抗衡 很快 柳诗诗又摇摇头 心道 那群山贼 一般都只是在白天行动 晚上休息的 应该不是他们 那么 打劫老爷子的人 会是谁呢 在他看来 柳红奇把羊角蛇尾师马车 视若珍宝 看得比自己的命还要重要 绝对不会轻易送人 而且 柳红奇这样遍体鳞伤回来 肯定是经历了打劫 之所以会说是送给别人这样的话 只不过是为了面子好看而已 他想破了脑袋 也没想清楚 到底会是谁 无奈之下 他只能放弃了这个想法 跟上柳红奇 在和守城护卫擦肩而过时 他又有了新想法 嘱托那些护卫帮他盯着点 一旦有羊角蛇尾师进城 第一时间通知他 守城护卫点点头 道 明白 你们家的马车被抢了 一旦有发现 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柳诗诗道 谢谢 说完 他还拿出了万里传音符 嘱咐茂阳市 以及枫叶城附近的那几座城市的人 一定要留意羊角蛇尾师的下落 一旦出现在城市里 马上禀报 羊角蛇尾师 这是柳家专有的妖兽 是柳红旗花费了大量心思培养出来的 独一无二 哪怕是城主府都没有这样的坐骑 不管是谁抢走了羊角蛇尾师马车 得到了这种宝贝之后 肯定会去城市里面销赃 只要他们神兵型的人守株待兔 肯定能知晓 是谁抢走了柳红旗的马车 做完这一切之后 柳诗诗也走进了枫叶城里 消失不见 两个小时后 已经是凌晨四点钟 枫叶城外的高空之上 寿吼连连 八头羊角蛇尾师 拉着一辆马车 踏空而来 浑身都沐浴着圣洁的光芒 在苍茫夜色之下 特别的显眼 伴随着他们的到来 玄黄旗光芒绽放 照耀在他们身上 他们没有一丁点的不适 依旧是拉着马车 降落在了高速公路上 风驰电车而来 最后 伴随着一阵嘶吼 八头羊角蛇尾师 就拉着马车 停在了枫叶城前 等待着守城护卫的审查 一道道光芒 从羊角蛇尾师 和司机小吴身上扫过 确认不是邪碎 而后 一个守城护卫 盯着小吴说道 把里面的人叫出来 检查一下 与此同时 另外一个守城护卫 第一时间拿出了万里传音符 联系柳诗师 告诉他 羊角蛇尾师要进城了 说话时 那个守城护卫 看着这辆马车 眼神有些惊愕 抢了柳家的马车 没有跑远 反而还连夜赶回枫叶城里削赃 他们长这么大 还没见过这种嚣张的人 所以 现场所有的守城护卫 全都严阵以待 拿起了手中的枪械 还调动雷火大炮 对准了这辆马车 唰的一声 所有守城护卫 都无比好奇地看着羊角蛇尾师 想要看看 究竟是什么样的凶徒 胆敢抢夺柳家的马车 在他们的注视之下 门帘先开 李十七和姬十八走了出来 一个满头黑发 笑起来露出两排牙齿 活泼灿烂 一个满头红发 脸上有两个天然酒窝 天真可爱 看到他们两个小孩子 所有守城护卫 全都一正 在他们的想象里 敢抢夺柳家马车之人 肯定是穷凶极恶的罪犯 要么就是无恶不作的山贼 要么就是杀人如麻的 新陈社杀手 无论是什么身份 肯定长得就是无比的凶恶 结果 车里下来两个小孩子 而且 还是那么乖巧可爱 笑容灿烂 让他们这些铁血战士的心 都要融化了 李十七笑呵呵道 警察叔叔 什么事啊 那个守城护卫 看着他笑容这么可爱 警惕心一下子就去了不守 问道 小孩 车里只有你们两个人吗 李十七点头 是啊 十八 把车门打开 给警察叔叔看看 七十八也很听话 立即把车门完全打开 那些守城护卫们 往里面看了一眼 里面果然没有其他人 也没有任何邪碎 还没等到他们发问 小吴就开口解释道 我是吴起 鬼眼神兵柳红旗的专属司机 这位是陈家陈红耀的未来夫君 李十七 李少爷 跟在他身边的 是李少爷的弟弟姬十八 他们在山林里迷了路 被邪碎追逐 我们家柳红旗老爷子 为了保护他们 专门把车送给他们 让我带他们进城 各位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这些守城护卫 明显是认识无企的 听到他这么说 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柳家的马车 并不是被山贼打劫的 而是真正送了人 让马车带着两个小孩子回城 自己则是引开了漫山遍野的邪碎 实在的侠义心肠啊 护卫队长无比敬佩地说道 鬼眼神兵柳红旗 果然是高风亮节 慈悲为怀 失敬失敬 开城门 放行 伴随着队长的这句话 巨大的城门洞开 队长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无企对他们点点头 多谢 说完 他驾驭着羊角蛇尾师 缓缓进城 警察叔叔 你们辛苦了 晚安哦 李十七和G十八站在马车门前 一脸天真灿烂地 对着那些警察打招呼 守卫队长和其他的警察 也笑呵呵地打招呼 目送他们离开 这两个小孩子 真是福大命大 在晚上的山林里 能遇到柳红旗这样的大善人 这才逃过一劫 这种小孩 是邪岁们的心头号 遇到一个就吃一个 他们能活下来 万分侥幸 有一说一 他们长得真可爱 原来那个八岁的孩子 就是陈洪耀的未婚夫呀 今早传得沸沸扬扬扬的 我还以为是什么顽固子弟呢 原来只是一个小孩子 贵族就是贵族 这么小的男孩子都不放过 玩得真话啊 很多守城的警察议论纷纷 很多人对视一眼 露出了一种 我懂你的笑容 这时 一个警察摸着下巴 醋没道 我感觉有点古怪 有点不对劲 有人问道 哪里古怪了 那警察看着李十七 等人离去的马车 道 如果柳红旗是为了引开邪碎 让他们两个小孩子脱险回来 为什么是柳红旗先回来 这两个小屁孩 却晚了两个小时才回来呢 他们回来的顺序不对 顿了顿 他又有点心有余悸地说道 而且 我刚才和那个七十八对视了一眼 那小孩子看 我的眼神 好像是邪碎看我的眼神一样 似乎是看着食物 他一拍大腿 眼睛一亮 道 对了 这就是邪碎的眼神 那个红头发的小孩子 可能是邪碎 本章讨论邪碎 听到这个警察的话 队长以及其他的警察全都看了过来 眼神疑惑 队长道 小强 你没有看错吧 小强斩钉截铁道 错不了的 我曾经跟随着城主一起去绞沧浪林的妖王 鸡哥 见过鸡哥的眼睛 他的眼睛和那个七十八一模一样 七十八 肯定就是鸡哥 队长 快点追上去 把他抓起来 说话时 他还拿出了自己手里的枪械 对准了李十七的马车 还没等到他开枪 队长就抓住了他的枪管 按在了脚下 呵斥道 小强 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 怎么还胡说八道上了 玄黄骑是邪碎克星 就算是妖王 在玄黄骑的照耀之下 也无所遁形 刚才这两个小孩子 都在玄黄骑的光芒之下讲话 没有问题 他们怎么可能是邪碎 我看你就是参与上次的行动之后 患上了创造后遗症 见到什么都像是邪碎 应该是太过于精神紧张了 现在 你先回去休息 队长 那真的是 我说了 回去休息 这是命令 小强看见队长这样的态度 无奈之下 只能收起枪械 走进枫叶城 回去自己的宿舍进行休息 只是 在回去之前 他还盯着李十七的马车 眼神疑惑 有点怀疑人生 难难道 他 真不是邪碎吗 玄黄骑士护城盛气 是专门针对于邪碎的大杀器 只要光芒笼罩之处 邪碎就会被震杀 哪怕是妖王 也不例外 刚才玄黄骑的光芒 明显笼罩在了G十八身上 G十八没事 这就足以排除G十八的嫌疑了 小强晃了晃脑袋 不再去想这件事 静止回去休息了 哒哒哒 凌晨的枫叶城 无比的冷清 八头仰角首尾师 拉着一辆豪华马车 在街道上不急不缓地行走着 车厢内部 鸡哥欣喜欲狂 激动道 主人 您缝制的宝衣太厉害了 简直就是神器啊 刚才进城的时候 他还在担心自己 是否会被玄黄骑识别出来 是否会被玄黄骑攻击 尤其是玄黄骑笼罩在他身上时 他更是怕得不行 身为妖王 他深知玄黄骑的恐怖 哪怕只是轻轻地挨上一击 他都要受重伤 会被灼烧 他刚才站在玄黄骑光芒之下时 那叫一个忐忑 可是 等到光芒照在他身上后 他却没有任何被灼烧的感觉 一点伤都没有 这件宝衣 简直绝了 李十七扫了他一眼 少见多怪 你跟着我 以后要学着淡定一点 不要因为这些小事就乱了阵脚 被人看出破绽 鸡哥连连道 是是是 听主人的 李十七不满道 还有 刚才有个警察看你的眼神不对 你是不是对人家做过什么了 鸡哥连忙道 没有啊 我就是看了他一眼 李十七粗没道 怎么看 鸡哥有点不好意思的说道 上一次枫叶城城主围剿我 我认出来那个小兵 所以眼神凶悍了一些 咚 话音刚落 李十七用食指和中指并拢在一起 两根趾关节敲在鸡哥的头上 赏了他一击暴击 鸡哥捂着脑袋 委屈巴巴地看着李十七 李十七瞪着他 道 记住了 你现在不是妖王 你是姬十八 已经是一个人 没有我的允许 不许随随随便便吃人 鸡哥更加委屈了 知道了 李十七语气缓和一点 道 当然 也不是完全不能吃人 那些穷凶极恶的罪犯 那些作恶多端 伤天害理 无恶不作的雕毛 还是可以吃的 鸡哥疑惑道 雕毛是什么 我又不吃毛 李十七扫了他眼 没文化 真可怕 司机小吴也开口道 石七爷 我也不知道雕毛的意思 李十七爷看了司机一眼 道 看来 你们还是要多读书 这个词都不知道 我来告诉你们吧 雕毛是一百年前广东省的话语 有很多种意思 可以用来形容坏人和傻瓜 就是坏蛋的意思 另外一种意思 也可以是用来形容自己的铁哥们 相当于你小子的意思 具体怎么用 分人 分场景 所以 我要是说穷凶极恶的雕毛 那就是穷凶极恶的坏人 是骂人的意思 我要是说 你这个雕毛可以啊 就是你小子行啊 是夸奖的意思 这个词 这个词和一百年前粤语的铺接 是同一词 记住了吗 鸡哥和司机小五点点头 表示自己明白 两人对视一眼 全都看到了对方眼里的疑惑 雕毛弄懂了 铺接这又是什么词 铺倒在街上吗 还有 粤语又是什么语言 怎么他们都没听说过 而后 他们又一起看了李十七一眼 昧着良心道 主人石七爷 您真是见多识广 学富武车啊 李十七一脸骄傲 那当然 他喝了一杯茶 飘飘然的说道 你们别看我只有八岁 但是 小爷我这些年 可是和各种各样的人打过交道 在小爷所在的地方 那些人一个个都有本领 一个个说话 也都很好听 接着 他掰着手指头 认真的说道 什么粤语 闽南语 英语 泰语 日语 法语 俄语 西班牙语 阿拉伯语等等 全球十几二十个语种 小爷都很熟悉 鸡哥 小五两人文言 再次对视一眼 心里更加疑惑了 粤语 闽南语 英语 泰语 日语 法语 俄语等等语言 这都是什么 他们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尤其是小五 眼神更加疑惑 他跟着鬼眼神兵柳红旗 去过很多地方 很多省份 城市 可是 在他们经过的那些地方 说的全都是中文 至于粤语 法语什么的 他听都没听过 李十七年纪轻轻的 去哪里接触这么多的知识面 这些语言 肯定是小孩子自己乱说出来的 四季小五在心里想着 然后 昧着良心的夸奖道 十七爷真是学识渊博的语言大师 佩服佩服 李十七被夸 心情大悦 哈哈 你这四季说话甚是好听 很对我意 这件宝贝 赏你了 说着 他把一件宝物丢给四季小五 谢谢十七爷 小五大喜 他看到李十七随手送给城王城凤 都是几品宝贝 自己得到的 肯定也很几品 然而 等到他接到手里的礼物时 顿时就神色俱变 面容惨白 颤声道 这 这是流星倒海赵 李十七道 是啊 有问题吗 有问题吗 妈 这问题大了去了好吗 小五心里都快要骂娘了 流星倒海赵 这是萧家少爷萧綦的护身宝贝 一直都被萧綦温养着 宝贝不离身 就在昨天 萧綦失踪了 谁也找不到萧綦和萧江的踪迹 就连流星倒海赵也消失了 在他们两人失踪之前 有很多人都看见流星倒海赵使用过的痕迹 故此 萧家推断 萧江和萧綦被人抹杀了 在他跟着柳红綦离开的时候 萧家的那些高层以及精英全都出动 满世界地找萧江和萧綦 现在流星倒海赵在李十七的手里 难不成 小五看着流星倒海赵 又想起昨晚唐家的幻影飞报 被李十七吃掉的画面 脑里想到了一个很可怕的想法 萧江和萧綦 可能已经被李十七给人间蒸发了 此时此刻 他感觉自己手里的流星倒海赵 无比的烫手 烫手 贼烫手 司机小五拿着流星倒海赵 只觉得自己的手无比发烫 几乎要把自己的手给烫焦 他连忙停车 然后把流星倒海赵还给李十七 毕恭毕敬道 十七爷 您太客气了 这个礼物太贵重 我不能收 这玩意是萧家的质宝 要是他收了 那都不知道往哪里藏 一旦被萧家发现宝贝在他的手里 那他估计就要被安上杀死萧江和萧綦的罪名 给他一百个脑袋 都不够萧家斩的 李十七疑惑道 这不就是一个高级一点的八音盒吗 玩意儿有什么贵重的 出于前 他在镇摩监狱捞了很多宝贝 都装在自己的大包裹里 数都数不完 这个流星倒海赵 对他而言 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 比他从那些魔头手里拿来的宝贝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所以 他随意就送人了 这还不贵重 小吴听到这话 嘴角抽了抽 连忙道 十七爷 这对你来说 可能不贵重 但是 对我来说很贵重 我不能收 李十七看了小吴三秒 道 不喜欢 小吴也不知道 应该怎么回答 只能点点头 表示自己不喜欢 李十七把流星倒海赵 丢给记十八 十八 你当我的奴隶和小弟 我还没给你见面里呢 这东西 送你了 七十八眼睛一亮 立即接了过来 欣喜欲狂道 谢谢主人 不久前 李十七才送给他一件宝衣 送给他两个孩子 一人一件宝物 一人一套魔宫 现在 他又得到了一件宝贝 跟着主人混 三天吃九顿 这待遇太好了 有这样的主人 谁特娘的 还去苦巴巴的当妖王啊 在道谢完毕之后 他就拿着流星倒海赵 开始进行研究 左看右看 爱不释手 李十七想了想 问道 小巫 那你告诉我 你喜欢什么 我到时候给你弄一件见面里 阿公说过 要想别人为自己卖命 那自己 就必须要收买人心 收买人心最重要的 就是给别人钱 宝贝或者女人 他有了马车 那当然是要享受马车 必须要有车夫和司机来驾驶 总不能自己驾驶吧 所以 他需要司机小巫帮他拉马车 司机小巫文言 也动了一些心思 道 十七爷 我需要一门可以修炼到新生境的功法 您这边有没有呀 在龙国 修炼功法太珍贵了 尤其是顶级的修炼功法 也就只有大家族才有 在枫叶城这种边陲小城 修炼功法 也就更加短缺 他之所以在柳家上班 也是奔着柳家的功法去的 只要在柳家工作超过十年 十年内没有过错 柳家就答应给他一门修炼功法 让他可以从聚灵境 修炼到新生境 目前 他在柳家工作了八个年头 实力依旧是在聚灵境 甚至连聚灵境巅峰都没达到 若是有功法 那就再好不过了 李氏七欧了一声 道 我还以为是什么高要求呢 原来就这个 他从自己的包裹里掏出了一本秘籍 丢给小巫 道 这是清玉菩提观想法 照着这个修炼 可以让你的神胎凝聚为菩提神像 从聚灵跨越到新生 再从新生到焚天境 如果你的天赋可以 这门功法还可以让你跨越到乾坤境 清玉菩提观想法 可以修炼到乾坤境 司机小吴接过密集 听到李氏七这番话 顿时狂喜 激动得浑身直哆嗦 能修炼到乾坤境的功法 那最少是地阶九品的功法 放在枫叶城 那可是十大家族嫡系子弟 才有资格修炼 现在李氏七竟然给他这等无价之宝 这是大案 小吴停下车 扑通一声 跪在李氏七的面前 砰砰砰磕头 激动道 多谢十七爷 大恩大德 无以为报 从今日起 我吴起就是你的马前卒 做牛做马 为您干脑涂地 死而后已 李氏七抬手 淡淡道 别说那么多了 以后跟我混 好好当我的专制司机就行 起来吧 吴起一正 李氏七坐在车内 距离他还有两米 结果李氏七一抬手 他就感觉到 有一股柔和的力量 把搀扶起来 厉害 吴起在心里暗赞一声 再次向李氏七行礼 然后开始认认真真开车 七十八在一旁看着 心道 主人就是厉害 玄界的功法 说送就送 毫无人性啊 我喜欢 李氏七用一种很舒服的 葛优躺的姿势 躺在马车的大床上 看着李氏七的背影 心里十分的疑惑 他发现 枫叶城的人 似乎都很穷 他只是随便拿出一些不起眼的东西 这里的所有人都对他感激涕零 陈家如此 姬哥一家如此 现在武器也如此 好像那些功法和武器 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 可是 在他看来 那些东西大平党了 比如说这本 《清玉菩提观想法》 在镇魔监狱时 那都是他和武大魔都看不上的东西 平时都是用来垫桌子脚的 有一些功法 有时候都是厨子 用来生火的 直接撕开纸张 点燃 丢进了炉灶里点燃 可是 在枫叶城里 这些人都把这些功法 当作是宝贝 让他特别的费解 最终 李时期还是想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他们都没见过世面 李时期越想越觉得如此 不过是一门玄阶九品功法而已 不过是几件玄阶的宝物而已 不至于激动成这样 一定是没见过世面 想到这里 李时期一拍大腿 自豪地想着 还是小也好 从小就看过大世面 此时此刻 月亮已经逐渐关闭 他并不是和正常情况那样的下山 而是逐渐的变小 好像是有两扇门从左右两边合起来 阻挡住了月光倾泻 苍穹之上 太阳真神缓缓睁开了眼睛 一道道火光喷涌而出 燃烧云朵 焚烧着苍穹 火光清晰而下 照亮了这一片漆黑的世界 让天边出现了一抹鱼堵白 此时 已经是凌晨4点30分钟 今天的天亮的这么快 吴起一边赶着马车 一边眼神疑惑 在他的印象里 以前都是凌晨5点30才天亮 现在凌晨4点30就天亮了 夜晚的时间 似乎比以前更短了一些 吴起忧心忡忡 行到天亮的比以前快了一些 天黑的也比之前更快 但是 总体来说 白天的时间比以前缩短了 长此以往下去 会不会又有涌夜降临 封夜城 陈家 凌晨4点40分的时候 陈家很多人都已经开始起床 对着赵朝阳进行吸气吐气 在理事期到来之前 陈家大部分人 都是修炼陈山传授给他们的紫气天神功 就是要对着朝阳 吸取朝阳火光里面蕴含的那一点点紫气 用来壮大自身 厨房里 香烟鸟鸟 已经有保姆阿姨在做早餐 院子里 风声呼啸 有青壮年在练拳 跑步 陈山 陈和球 陈红耀 也已经站在了院子里 呼气吐吶 打拳健身 陈山大病出狱 昨天又经过了一场苦战 但好在饱刀未老 再加上昨晚李世七离开前 帮他又治病疗伤 所以 他恢复得不错 龙筋虎猛 神采飞扬 他正在练拳 大开大合 全如流星 爆发出一阵阵空气暴明之音 一朝一世 治阳治刚治忙 狐狐生风 雷鹰 陈和球看到陈山打拳 听到陈山拳头上 响起的爆鸣 眼神一喜 看这样子 陈山恢复得很不错 陈红耀看到爷爷 康复到这种程度 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变化 但心里也是颇为欢喜 放下心来 爷爷没事 那就最好 他们陈家就有了中流砥柱 慢慢就能挽回局面 陈山打完一套拳法之后 收拾停拳 毅力如山 哈哈大笑 啊 小球 你这就说错了 我打出来的 还远远达不到雷鹰的程度 但是 我也已经算是康复了七成 小石七昨天给我的那丹药 真是管用 它真是我们陈家的福星啊 昨晚 李石七出城之前 给了陈山一颗丹药 陈山服用下去之后 一夜之间 康复了不少 变得生龙虎猛 再也没有昨天的那种虚弱感 对他而言 这是神药啊 陈和球身以为然地点点头 小石七对我们陈家的帮助 真是太大了 这是大恩 一定要报 接着 他看向一旁的陈洪耀 报 洪耀 小石七这孩子 还是挺可怜的 无父无母 你要对他好一点 顿了顿 他又郑重其事地说道 等他成年之后 你一定要为他开枝散叶 让他多一些亲人 陈山点头道 对对对 不孝有三 无厚为大 小洪耀 你既然是小石七的未婚妻 这件事一定要做到 陈洪耀文言 不由红了脸 低声道 爷爷 爸 你们胡说什么呢 石七还小 还没到那个时候呢 说完 他羞涩地低下头 脸庞红彤彤的 他没有想到 自己的爷爷和父亲 会在大庭广众之下 说这种事 羞死人了 哪里有当爷爷的 催自己女儿 和一个八岁男孩生孩子 这不是闹吗 李世七才那么小 有没有那个功能 都不一定呢 陈杉哈哈大笑 没事没事 再过几年 小石七就可以了 我现在都等着抱外孙了 陈洪耀听到这话 脸庞更是红得要滴出血来 尤其是想到 自己要和一个小孩子 做那种事 更是芳心乱跳 陈杉看到孙女这样 笑得更加开心了 陈洪耀自小都是 被他抚养长大的 一直都跟 在他的身边学习 他自然是无比了解陈洪耀 看陈洪耀这反应 他就知道 陈洪耀 现在不排斥和李世七成婚 这里面可能没有什么爱情 大多都是陈洪耀对李世七的感激 但是 对于陈杉而言 这没什么 李世七还小 还不懂爱情 但是 感情这玩意 是可以慢慢培养的吗 日久生情 只要久一点 李世七和陈洪耀两人 肯定能摩擦出爱情的火花 陈洪耀有这份心 就已经足够了 陈和秋觉得 现在谈论这件事不太合适 转移话题道 洪耀 小时期呢 他还没起床 陈洪耀道 他昨晚出去后 一直没回来 说是要出城玩一玩 出城 听到这话 陈山下意识就担忧道 晚上的城市之外 那可都是邪碎的天下 他在这个时候出城 肯定会遇到危险的 你怎么不阻止他 万一他遇到邪碎怎么办 陈洪耀冷静道 爷爷 你别慌 小时期连魔都能轻松碾压 你觉得枫叶城附近的邪碎 有几个是他的对手 况且 他随身带着那么多 强大而可怕的武器 我看 他不会害怕邪碎 反而是邪碎要害怕他 陈山闻言 顿势沉默 陈和秋也为之沉默 两人对视一眼 全都看到了对方眼里的尴尬 陈洪耀说得在理 李时期虽然年轻 但是 强啊 势手空拳 就把人面喉打得狗吃屎 轻松吊打五大坟天径修士 无论是对于人类修士 还是对于邪碎 他都是一个妖孽 要是一些邪碎惹到他 估计只需要一拳 李时期就能把邪碎打成血污 他不去找那些邪碎的麻烦 那些邪碎 估计就要烧高香了 陈山咳嗽几声来 掩饰尴尬 道 小孩子比较贪玩 这很正常 让阿姨们多煮点早餐 鸡蛋 排骨不能少 他正在长身体呢 玩耍回来 需要吃饭的 陈和求点点头 立即转身 去安排下人干活 陈山穿好衣服 陈生道 红耀 你准备一下 等彻底天亮之后 咱们爷俩去其他九大家族走一走 说话时 他的眼神无比冰冷 在他被邪碎附身的那段时间里 九大家族可没少对他们陈家动手 蚕食了他们陈家很多的产业 他现在康复了七成 李时期给他的丹药的药力 还在体内蔓延 随时都能痊愈 况且 他还有李时期给的法宝傍身 关键时刻还能爆发出 超越自身的强大实力 所以 暴脾气的他 准备一一登门算账 抽九大家族巴掌 陈红耀点头 碰 就在此时 忽然间 陈家大门传来一声爆响 大门被踹开 紧接着 两尊高大而散发着无比强大气息的身影 出现在陈家门口 一老一少 老者 年约六十岁 鹤发童颜 目光炯炯 浑身气血如同汪洋大海一般 哗啦啦作响 他站在那里 就如同魔神一般恐怖 在他身边的年轻人 长得和萧家的萧綦 有九分相似 但是 气宇轩昂 目光如电 沉稳如山 看上去就是无比的冷静之人 老者踹开大门之后 冷冷道 陈山 陈和囚 你们给我滚出来 声音如雷 传遍了整个陈家 陈山 陈和囚 和陈红耀等人 从城堡的盐武场走了出来 站在这两人面前 陈和囚一下子就认出了他们的身份 南南道 萧家的元老萧自在 三少爷萧景天 陈山看了看被踹得裂开的大门 眼里闪过一抹怒色 抬头 盯着萧自在和萧景天 你们这是 什么意思 萧自在目光森寒 扫了现场所有人一眼 最后目光落在了陈山身上 冷冰冰道 昨天 萧綦和萧将来你们陈家之后就失踪了 是不是你们陈家杀了他们 陈山 陈和囚 和陈红耀等人闻言 面容一沉 懂了 萧家又心事问罪 来找他们陈家的麻烦了 萧自在气势汹汹 盯着陈山等人时 目光无比森冷 一股无比磅礴的气势 从他身上弥漫而出 如惊涛骇浪一般 把陈家所有人淹没 而且 说话的声音无比的冰冷 杀气腾腾 他只有一个人 但是 气势磅礴 如同汪洋大海 震慑四方 以他为中心 方圆五百米内的所有花草树木 全都被这股强大的气势 压得低下头 陈和囚和陈红耀 在这样一股滔天气势之下 也是压力倍增 没有 不过 很快 他们穿在身上的 湿王甲和金蝉衣 就发挥了作用 直接把这气势 带来的压力彻底瓦解 自身一点影响都 但是 没有法保护体的 陈家其他族人就惨了 在演武场内 很多正在沉运的陈家族人 都被镇压得单膝跪地 瑟瑟发抖 感觉肩膀上压着一块巨大的石头 陈山感应到了这一幕 眼神一冷 迈前一步 拦在了萧自在面前 刹那间 萧自在的气势就被瓦解 深受气势所迫的陈家族人 这才松了口气 摔在地上 气喘吁吁 大喊淋漓 妈 陈山盯着萧自在 眼神更加冰冷 萧自在 我还没有去找你们萧家麻烦 你们竟然还敢上门找我麻烦 找死士 萧自在也是杀气腾腾地盯着陈山 冷声道 陈山 别人怕你 我可不怕你 说 你把我们萧家少爷萧齐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今天你们陈家 要是不给我们萧家一个解释 这事就没完 萧江 萧齐两人 昨天来陈家之后就失踪了 他们派人查看时 哪里都找不到这两个人的踪迹 但是 这两个人的车辆 却在陈家外面不远处找到了 车头损坏严重 看起来像是有人从高空坠落 把车头踩爆 车头的钢铁上 还有两个小小的脚印 没过多久 他们萧家流星岛海照上面的印记 就被抹除 他们萧家的炼气师感应不到流星岛海照在哪里 根据他们调查 在他们两人失踪之前 还有人看过流星岛海照使用的痕迹 天空之上有流星划过 还有大海笼罩在天空之上 他们推测 这肯定是有人对萧江和萧齐出手 杀死了萧江和萧齐两人 还抢走了流星岛海照 而在这方圆十公里之内 能翘无声息地杀死萧江和萧齐两人 抢走流星岛海照的人只有陈山一个人 所以 他们合理怀疑是陈山杀死了这两个人 还抢走了宝贝 毕竟 陈山一向都是无比霸道野蛮 动不动就会打上门 杀人夺宝的事情也没少做 陈山面容阴沉 他们两个去哪里 关我们什么事 这种罪名 也想要强加在我们陈家头上 还有你 肖子在 你特娘的是不是皮痒了 敢踹我陈家的大门 还找我要解释 找死 话音刚落 他身形一闪 出现在了肖子在面前 大手直接往肖子在的脸上打了过去 狂风呼啸 是陈利芒 肖子在早就料到 陈山会是这样的暴脾气 后退 闪过一击 然后 也是一巴掌打了过去 陈山伸手挡住 另外一只手 又打向肖子在的脸旁 肖子在阁挡 也是一巴掌打了过来 砰砰砰 两个老人刹那间就交换了三十多招 胳膊和胳膊的碰撞 爆发出了雷鸣一般的声响 连绵不绝 现场好像是响起了鞭炮声 打得难分难减 速度 更是快到众人只看到了一堆残影 愣是看不清楚 两个老人的胳膊在哪里 哄 打到最后 伴随着一声巨响 陈山就把肖子再打飞出去陈家之外 但是 他也不好受 腰间被一条铁边缠绕着 也飞了出去 两个年过半百的老人 在街道上大打出手 所过之处 山崩地裂 地面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裂痕 路灯 墙壁 全都被他们打碎 如同是末日降临一样 一时间内 两人难分胜负 纠缠不休 萧景天没有理会两个老人 而是盯着陈和球和陈红耀 说道 根据我们调查 你们陈家有杀害萧江和萧綦的嫌疑 所以 请你们给我们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 顿了顿 他的声音变得无比冰冷 杀气腾腾 如若不然 今天 我们萧家就和你们陈家开战 不死不休 哼 话语刚落 一道道恐怖的气势 在陈家的四面八方出现 冲天起 气管山河 气数之下 足有十股强大的气势 如同一道道光柱 笼罩在陈家城堡的四面八方 战役冲销 杀气四溢 在这十股气势的笼罩之下 风云变色 乌云盖顶 所有在陈家城堡里的陈家族人 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迫力 被镇压得纷纷跪了下来 压力暴涨 被压得呼吸 都有点不太顺畅 脊椎骨生疼 满头大汗 陈和囚和陈红耀 感应到这些气息 面容一沉 十尊 满意的答复或者赔偿 估计就真的要迎来了灭族大战 陈和囚沉声道 萧少爷 你这是什么意思 萧景天道 根据我们调查和推测 我哥萧綦的失踪 和你们陈家有脱不开的感性 所以 今天你们陈家 必须要对此事负责 你想怎么样 陈和囚目光一冷 萧景天冷笑一声 举起两根手指 道 第一 我哥可能是陈老爷子杀的 一命赔一命 陈老爷子要么死 要么就自费武功 第二 把你们陈家的万象天鹰血珠交出来 第三 陈红耀 你和我们萧家的婚约不变 我哥死了 你就必须要嫁给我 只要你们满足我们萧家这三点 今天 我们就不灭你们 顿了顿 他的眼神愈发冰冷 一字一顿道 否则 今天之后 陈家从此在枫叶城除名 声音也如同刀锋一样锋锐 杀气腾腾 萧景天看起来很开朗帅气 但是 他比他哥萧綦更加霸道和凶悍 开口就要把陈家除名 杀气腾腾 而伴随着他的话 除却刚才那十股强大的 焚天镜修士之外 还有整齐华裔的步伐声 在他的身后响起 陈和求 陈红耀等人 向萧景天身后看了过去 面容一边 军队 足足有五百人的军队 身穿一模一样的服装 手里都拿着一把雷火枪 迈着矫健的步伐 出现在了陈家城堡的门口 目光冷冽 盯着陈家所有人 杀气冲销 陈和求 面容一沉 萧家的雷火枪队 陈红耀也是面容一白 陈飞龙 陈鹏 陈薇等人赶过来 看到这一幕之后 也都是表情难看至极 然而 这还没有结束 哒哒哒 整齐华裔的步伐再次响起 陈家城堡的四个大门门口 全都出现了一支五百人数 全副武装的雷火枪队 把陈家围得水泄不通 每一支雷火枪队的成员 全都面目冷峻 杀气冲销 五百人的杀气凝聚在一起 直冲云霄 震碎了苍穹上的云朵 恐怖无边 以他们为中心 整个枫叶城内城的人民 都感受到了这样恐怖的杀气 纷纷紧闭房门 窗户 不敢出门 生怕惹怒了 这两个大家族的争斗 都神色巨变 每个门都有五百军队 现在就足足有两千人 人手一把杀伤力 无比恐怖的雷火枪 这种精英中的精英战队 那以前都是去围剿山贼 斜碎才用得上的 现在都用在了他们陈家身上 而且除却这两千人的雷火枪队之后 还有十尊强大的焚天镜修饰 环绕在四周 这样的配置 比昨天陈家武馆还要凶猛 肖家 这是洞真格了 今天这事要是处理不好的话 他们陈家 可能真的要完蛋 毕竟 肖家只是九大家族一员而已 他们倾巢而出 肯定和其他的八大家族打过招呼了 若是待会儿真的打起来 他们陈家稍微表现得软弱一点 其他八的大家族 估计也会一拥而上 直接把他们陈家给瓜分了 爸 怎么办 陈洪耀问道 陈和求面容阴沉 眼里也透露出了一阵阵杀气 新陈社找我们麻烦 肖家也要来凑热闹 那就打 我们陈家没有软骨头 他迈前一步目光森冷 冷冷盯着肖景天 肖少爷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我们陈家 真的没有对肖江和肖气出手过 他们的失踪和我们无关 今日 你们肖家若咄咄逼人 想战 我们陈家 奉陪到底 嗡 说话时 他记起了脑后神龛 神龛之门洞开 一尊新生神像端坐在祭坛之上 目如冷殿盯着肖景天 若要战 我们陈家奉陪到底 死战到底 想灭我们陈家 那就看看 是谁灭谁 看见陈和求表现出了这样强硬的一面 陈飞龙 陈洪耀 陈鹏 陈薇等人全都站了出来 祭出了脑后神龛 手里也出现了一件又一件的武器 嗡嗡嗡 一时间内 陈家上下所有人全都走了出来 站在一起 每一个人都目光坚定 战意冲销 只有三岁的陈家小孩子 此时也拿起了一把匕首 盯着前方 一脸的誓死如归 甚至 就连刚刚满岁的小孩子 也握住了手里的玩具 看向了这里 男女老少 无疑人胆怯 他们虽然只有130多人 但是 上下一心 气势融合在一起 竟然爆发出了 比那两千人的雷火枪队 更加可怕的气势 如同一头头即将复苏的远古巨兽 萧景天看到这一幕 微微醋眉 心道 这就是父辈们都忌惮的陈家吗 果然很难缠 虽然他来这之前就预料到 陈家是南啃的骨头 但是 他没有想到 陈家上下都这么刚烈勇猛 就连一岁小孩都不怕他们萧家 不怕死战 碰 就在此时 一声爆响传来 萧子在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般飞了过来 摔在了萧景天的脚底下 此时此刻 萧子在被打得蹊跷流血 面容痛苦而苍白 看起来无比的狼狈 脸上 更是有好多个被打得通红的巴掌印 陈山从城堡之外走了进来 镇定从容 目光如电 萧少爷 你能代表萧家吗 确定要和我们陈家开战 你 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他魁梧的身材 如同魔神一般恐怖 充满压迫感 萧景天看了看不断吐血的萧子在 又看了看走进来的陈山 眉头皱成了穿字 他知道陈山很强 曾经以一己之力 砍遍了整个枫叶城 可是 他没有想到 陈山会这么强 大病出狱 就和新陈社五大高手死战 损耗了那么多真元 现在竟然还这么生龙活虎 好像是从来都没有 被斜碎伤过一样 踢到铁板了 萧景天心里冒出了这样的想法 但是 他表面却不动声色 冷声道 陈老爷子 我记你是一条汉子 但是 我劝你最好别开战 否则 我保证 你们陈家会在今日除名 啪 话语刚落 陈山就已经如鬼魅一般 出现在他面前 简单粗暴的一巴掌 就已经拍在他脸上 巨大的力量 把萧景天拍得吐血 如同破步娃娃一般 飞出去一百多米 砸在了街道的墙壁上 脑袋嗡嗡作响 陈山 你 萧景天捂着脸庞 怒视陈山 双眼喷火 他没有想到 陈山性格会这么火爆 他们萧家这么多军火 都对准了陈家 陈山竟然还敢动手揍他 陈山冷冰冰道 你还不够资格和我说话 接着 他风锐的目光 看向了另外一边 冷声道 萧家主 你想找我们陈家的麻烦 那就自己出来 找一个小屁孩来当替死鬼 不是英雄好汉所为 别当缩头乌龟了 滚出来见我 在那个地方 萧家家主走了出来 他是一个长着裹子脸的中年男子 年约四十岁 头发乌黑浓密 双眼深邃如夜空 看不透身浅 但偶尔进发出来的寒芒 却无比风锐 如开天辟地一般 让人不敢小觑 身穿黑色中山装 浑身上下都透露着不怒自威的气势 他慢慢走出来 但浑身弥漫出来的气势 却是无比的恐怖 如同一尊魔神在慢慢复苏 让现场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股强大恐怖的压迫力 呼吸都不太顺畅 所过之处 很多人都承受不住这可怕的威压 纷纷跪倒在地上 他就如同是君王凌晨一般 在所有人的跪拜之中走了过来 最终他走到陈山面前两米处站定拱手行李 小子肖战天见过陈老爷子 他靠近之后 就连陈山都被他身上那强大的气势 镇压的呼吸位之一致 陈和囚面容更加凝重了 难难道 这个肖战天又突破了 肖战天以前只是焚天晋五重天的修饰 和他的修为差不多 但是 如今肖战天所展现出来的强横气势 分明已经是焚天晋八重天 若是搭配一件法宝足以发挥出焚天晋九重天的力量 甚至可能会发挥出乾坤晋的实力 二十九碧 陈山面无表情 冷冷道 肖战天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们是否要开战 肖战天笑呵呵道 老爷子言重了 我们肖家只是想要一个说法 陈山道 若是我们不给呢 肖战天笑容更甚了 那我们就只能自己找寻真相了 随着他这一句话 现场两千名雷火枪队的战士们 立即就举起了手中的雷火枪 对准了陈家所有人 甚至 还有人拉来了四个雷火大炮 也瞄准了陈家 杀气疼疼 柳红旗和柳诗诗 此时也拿着一个锦盒 驾驶着另外一辆马车 来到了陈家的门前 他们连夜就办好了银行卡 还准备了一份厚礼 想要来找李诗七谈一谈 可是 还没到陈家 司机就把车停在了距离陈家 还有五百米的地方 告诉他们一切 柳红旗和柳诗诗下车 看到眼前这一幕 全都醋眉 陈家 这是出大事了 老爷子 怎么办 柳诗诗道 柳红旗想了想 道 看这架势 李诗七应该还没回来 我们静观其变 他和李诗七 虽然只有短短的两面接触 但是 他已经摸清楚了李诗七的脾气 若是李诗七在场的话 不可能对质 恐怕早就已经大打出手了 把萧家给灭了 李诗七 绝对有这个实力 陈家城堡 陈山和萧战天 依旧在对峙 萧战天有恃无恐 依旧笑呵呵地看着陈山 老爷子 你可要三思而后行啊 若是我们两家死战 老爷子肯定会杀的人头滚滚 我们萧家死伤惨重 但是 你们陈家必定会因此而灭族 你以为 我们陈家会怕吗 陈山冷冰冰道 哄 伴随着他这句话 一股冲天战意 从他身上弥漫而出 压在萧战天身上 萧战天也不畏惧 同样爆发出气势 和陈山针锋相对 二十九弊 伴随着两人的对峙 陈家和萧家 所有人都握紧手里的武器 在城堡之外 两千战士手里的雷火枪 已经子弹上膛 枪口处 闪烁着璀璨的光芒 那是雷火枪内部符文正在启动 加强了整个枪械威力 一旦开枪 符文和特制的雷火子弹喷射而出 将会爆发出无与伦比的力量 足以把新生静修士和焚天静修士打成重伤 若是打中要害 还能把对方给杀了 雷火大炮更加可怕 一炮击中的话 焚天静修士都得身死盗销 剑拔弩张 一触即发 驾驾驾 就在两家即将打起来的时候 忽然间一声声清脆的声音传来 紧接着八头羊角舌尾师 拉着一辆豪华马车 向着这边冲击而来 是柳家柳红旗的马车 雷火枪队内 有人惊呼 萧景天醋眉 沉声道 瞒住他 两个雷火枪队的战士立即上前 把地上的一些缰绳和半马索拉了起来 想要拦住这辆马车 与此同时 他们还挥手 示意马车的司机停下来 马车上 司机无起看到这一幕 面容一沉 石七爷 他们要拦路 马车里 李石七面无表情 转过去 李石七刚才回来的时候 远远就看到了 陈家被那么多人围着 他还感受到了很多股充满敌意的气息 全都是针对陈家 甚至 除却明面上展现出来的那些气息之外 暗中还有很多股气息 正在针对陈家 细数之下 不下于三十名坟天境修士 这一仗要是打起来 就算陈家有他给的那些神兵力气 恐怕陈家都要掉一层皮肉 所以 他才让无起加快速度 迅速冲了过去 无起对李石七言听计从 二话不说 立即就把鞭子抽得格外响亮 打在八头羊角蛇尾师的屁股上 羊角蛇尾师吃疼 奔跑得也就更快了 如同炮弹一般冲了过去 缰绳 半马锁 在他们面前根本不够看 直接就撞开 那两个雷火枪队的战士 幸亏闪得太快 没有被撞上 但还是被羊角蛇尾师狂奔过去之后 狂蜂差点先飞出去 萧景天原本以为自己家的战士 能拦住马车 所以转过身去 准备直面陈山等人 可是 他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的人没有拦住这马车 很快就听到了车辆急奔而来的声音 回头一看 顿时神色一变 瞳孔收缩 还没等到他反应过来 羊角蛇尾师的一只蹄子 已经踩在了他的脸上 把他直接踩在了脚底下 紧接着 八头羊角蛇尾师踩在他的身上 呼啸而过 冲进了陈家城堡里面 伴随着无奇的勒紧缰绳 八头羊角蛇尾师 就横跟在陈山和肖战天的中间 隔绝了两人的视线 肖战天和陈山两人 全都面容一沉 两千雷火枪队 以及现场所有对陈家虎视眈眈的 焚天竞修事 全都醋眉 谁也没有想到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柳家的人来横插一脚 远处 柳红奇看到羊角蛇尾师马车过去 顿时嘴角一抽 他最真爱的车啊 现在变成别人的了 老爷子 您的车 柳诗师道 柳红奇回头 无比忧愿地看了柳诗师一眼 我只是老了 没瞎 要你说 哪壶不开提哪壶 闹心 柳诗师吐了吐舌头 没有说出什么 而是盯着那辆马车观看 他倒要看看 究竟是谁抢走了柳红奇的马车 不只是他 现场很多人都在盯着车辆观看 这时 无奇下车 把马车的车门打开 还把窗帘掀开 李时期从马车里走出 跳下高高的马车 那把杀猪刀 别在他的腰间 一晃一晃的 看到李时期 众人全都未知一了 小时期 陈山 陈和囚 陈飞龙等人 看见李时期 眼神惊愕 谁都没有想到 李时期会以这样的方式出现 尤其是陈红耀 看了看李时期 又看了看这辆豪华马车 以首付额 这个未婚夫弟弟 很难管束啊 他上次让李时期 不要学唐家少爷那一套 结果 今天李时期不仅学了一个精通 还有过之无不及 直接策马踩着萧景天冲进来 暗中 那些想要把陈家面门的 焚天镜修饰 也是皱眉不已 死死地盯着李时期 他们原本以为 下车的会是柳红旗 结果却是前来 投奔陈家的李时期 陈山看见李时期后 连忙收敛了 自身的气势和敌意 哈哈大笑 道 小时期 你昨晚去哪里了 李时期黑黑一笑 道 昨晚出城 接我表弟了 十八 出来一下 见过陈爷爷 何求叔叔和红耀姐姐他们 七十八也跳下车 对着陈山 陈何求 陈红耀等人 鞠躬行礼 七十八 拜见陈爷爷 何求叔叔 红耀姐姐 陈山 陈何求 陈飞龙和陈红耀等人 看了看七十八 又看了看李时期 眼神惊愕 李时期和七十八 长得确实有点相似 只不过 一个是黑发 一个是红发 李时期看起来乖巧可爱 人畜无害 但身材没有胖 七十八 比李时期矮了一个头 但是胖嘟嘟的 看起来憨憨的 陈山问道 小时期 这真是你表弟 之前李时期说 他是弃鹰 是被阿公他们 和神公他们养大的 怎么突然之间 又蹦出来了一个表弟 李时期点头 笑道 是的 昨晚才刚刚认清呢 接着 他扫了一眼四周 道 陈爷爷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 这是要攻打我们吗 陈山满面慈祥的 看着李时期 摸了摸他的头 慈爱道 没事的 你带小十八 回家吃早餐 阿姨做了你最喜欢 吃的油条和豆浆 这是爷爷会处理好 他对李时期 是真的很爱 把李时期当作 是自己亲生孙子一样对待 李时期咧嘴一笑 爷爷 那可不行啊 再怎么说 我现在也是陈家的一份子 陈家有难 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这件事 我来处理吧 他对吴奇说道 小吴 把车拉走 吴奇点头 立即把车开到了一个偏僻的角落 躲了起来 接着 李时期摸了摸 姬十八的满头红发 道 十八 你出来乍到 还没立功 这些人交给你了 把他们全都揍一顿 扔出去 下手重一点也没事 同时 他又摸了摸 姬十八的头发 心道 嗯 摸人家头发 真好玩 难怪陈爷爷和阿公 都那么喜欢摸我的头发 姬十八拍拍胸膛 道 没问题 表哥 交给我吧 说完 他转身 迈着小短腿 走向肖战天 瞪着他 给你们十秒钟 一起上吧 小爷一块揍 你们这群雕毛 说话时 他摩拳擦掌 眼眸凶悍 还做起了一些热身运动 如果他是姬哥的妖王形象 这一番话 肯定会震慑四方 让所有人都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 他如今是姬十八 一个只有五岁 一百厘米高的胖男孩 这样说话 这样的眼神 让他看上去奶胸奶胸的 非但没有起到震慑人的作用 反而让人觉得 这孩子更加憨厚 更加可爱 陈红耀把李十七拉到一边 低声道 小十七 你表弟行吗 陈山 陈和球等人 也看着李十七 眼神疑惑 李十七自信道 红耀姐 放心吧 十八很强的 肯定能把这些雕毛打费 陈山 陈和球 陈红耀等人文言 微微皱眉 看了看李十七 又看了看姬十八 一脸的疑惑 李十七很强 他们都知道 现在 李十七的表弟 这才五岁啊 比李十七还要矮上一头 这种小屁孩 也能解决这么大事 肖战天原本做好心理准备 要和陈山大战一场 结果现在迎面来的是一个一百厘米 胖嘟嘟的红发小孩子 最关键是 那红发小屁孩 一边挽着衣袖 一边奶胸奶胸的让他滚 让他眉头挑了挑 心里特别不爽 面试 这特娘的 绝对是面试 肖战天原本沉稳的心态 没缘由的出现了一抹烦躁和不爽 他盯着陈山 道 老爷子 你们陈家没人了吗 要一个小孩子出来扛事 你是在让他送死 陈山还没有回答 李十七就已经抢先一步说道 吵什么吵 就你这种水平 根本不用陈爷爷出手 我表弟一个人就可以了 顿了顿 他扫了现场所有的雷火枪对应 冷声道 还有 你最好 让他们拿好枪 他们要是枪械走火 我保证 你们死定了 吉士巴此时 也走到了肖战天面前两米处 仰着胖嘟嘟的头 大眼睛盯着肖战天 勾了勾手指 拽拽道 你这雕毛 就是管事的吧 来 你先动手 小爷让你三招再揍你 语气 很社会 肖战天听到这话 再次没缘由的一阵火 这孩子说话太社会了 虽然看起来胖嘟嘟的 憨憨的 但是 怎么一说话 就显得那么欠揍呢 他不懂雕毛这两个字 是什么意思 但是 听到这两个字 他没缘由一阵火大 总觉得好像自己被人骂了 不等肖战天说话 吉士巴好像想起了什么 转头看向李时期 兴奋道 表哥 我可以吃了他们吗 吉士巴太兴奋了 身为一尊妖王 他看人类的眼神 完全不一样 在他的眼里 肖战天就是一个 巨大的人形补药 那磅礴的血气 让他十分心动 食欲大动 这种人形补药 要是吃进去之后 肯定会拒捕 对他的修为很有帮助 此话一出 全场沉默 所有人的嘴巴 全都抽了抽 看着吉士巴的眼神 无比的古怪 尤其是陈家的所有人 眼神更加古怪 李时期那么强悍 也就算了 怎么李时期的表弟 也这么凶悍 看起来那么的憨厚可爱 怎么说出来的话 让人听起来那么的别扭 乃凶乃凶的 李时期咳嗽几声 义正言辞道 十八 注意点形象 我们都是好孩子 要读书学习 不能整天就知道 吃吃喝喝打打杀杀 影响多不好啊 七十八 心道 不要吃吃喝喝打打杀杀 我信你个鬼 你个糟小孩子坏得很 昨晚在苍狼林的时候 你吃得比谁都欢腾 陈山 陈和球 陈洪耀等人 不要打打杀杀 十七爷 您瞧瞧 您这句话 有人会信吗 尤其是陈洪耀 更是一脸无语 昨天被柳红旗 坑了两个一时 也不知道是谁 跑到了陈家武馆 逮住星辰社的五个人 就疯狂暴打 还边打边消毒 李十七看了一眼周围 发现陈家所有人 看着他的眼神 都无比古怪实 咳嗽几声 掩饰自己的尴尬 道 十八 总之 教训他们一顿 扔出去 快点 七十八听到这话 知道李十七是 不允许自己吃人了 无奈之下 他只能看向肖战天 道 小子 算你运气好 我不吃你了 揍你一顿好了 肖战天文言 眉毛挑了挑 嘴角抽了抽 心里更是没理由的 一阵暴怒 一个五岁的小屁孩 竟敢如此瞧不起他 还想吃他 羞辱 想到这里 他目光愈发冰冷 盯着陈山说道 陈老爷子 看来 你真的老了 自己不敢出面 还派小孩子出来送死 既然如此 那你就替他收尸吧 接着 他盯着七十八 冷声道 小孩 是你自己撞上我的枪口 蝼蚁也妄想挑战 我这种强者 下辈子注意点 说完 他运转体内的真气 重重一脚 踹向七十八的胸口 这一脚 并没有用出全力 但也已经是陈丽萌 速度快到了肉眼 看不见的速度 他动了杀心 要把当众轻视 他的七十八杀死 以此来激怒陈山 只要陈山愤怒到失去理智 那事情就好办多了 小心 陈山 陈和球 陈红耀等人 看到肖战天陡然出手 神色一变 顿时就为七十八 掐了一把冷汗 小子 死定了 远处 肖景天刚刚爬起来 看到自己的父亲出手 立即凝笑起来 不只是他 肖家雷火枪队里的所有的战士 也都面目争鸣 仿佛已经看见七十八 被踹得四分五裂的画面 肖战天是他们肖家的家主 焚天晋第八重天的高手 放眼整个枫叶城 那也是能排得进前三十的存在 他的一脚 就算没有尽全力 那也有万斤之重 根本就不是一个 小屁还能抗衡的 咔嚓 就在他们想象着七十八 被踹得血肉模糊的时候 七十八出手 轻松一掌打在肖战天的小腿处 把肖战天的小腿打得断裂 不规则扭曲 剧痛席卷全身 肖战天面容一白 盯着七十八 眼里露出了无比惊恶的神色 他这一脚快到了极致 就算是陈山都要小心应对 七十八一个小孩子 竟然轻松挡住了 而且 刚才七十八的轻松一掌 打在他腿部 竟然如同一把是陈丽猛的战刀 打得他小腿骨折 剧痛无比 这是一个五岁小孩子 应该有的力量吗 肖战天思维急转 心里大恐 感觉到了一阵强烈的不安 只是 还没等到他有任何的反应 七十八已经抓住他的一只脚 把他当作是沙包一样 猛然抡了起来 抡成了一个圆 再狠狠摔下去 肖战天立即感觉一股距离传来 自身不受控制 就飞了出去 在一阵天旋地转之后 脸庞和地面来了一次亲密接触 五官顿时扭曲 鼻子 耳朵 嘴巴 喷出鲜血 他发出一声大吼 头上光芒绽放 神龛璀璨 准备祭出 攻伐七十八 只是 神龛还没祭出 他的身躯再一次被提了起来 砰的一声 就又被砸在地上 砸得他头晕目眩 神龛光芒消散 根本无法寄出来 砰砰砰 七十八抓住肖战天的脚 再次抡成了一个圆 把肖战天砸在地上 然后 他把肖战天当作是沙包一样 左右开抡 不断地把肖战天砸在地上 砰砰作响 眨眼间的功夫 肖战天的脸 身体就和地面亲密接触了二十几次 在把肖战天砸在地板上三十次之后 七十八这才把肖战天如同丢垃圾一样 丢出了门外 肖战天飞出去五十多米 摔在了肖景天的地上 此时此刻 他面目模糊 蹊跷流血 脸上的五官被打成了连他妈都不认识的地步 双眼紧闭 早就已经被打得昏迷了过去 而七十八旁边的地板 也被打出两个人形凹陷 触目惊心 静 现场陷入了一片死一般的寂静之中 除去李世七 不知道从哪里拿来的瓜子 在嗑瓜子之外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七十八 嘴巴张得大大的 几乎可以塞进两个鸭蛋 远处 柳红旗 柳诗诗也呆若目击 暗处 肖家的十大焚天晋高手 以及其他八大家族出动的隐藏高手 也是被震住了 心里如同掀起了滔天骇浪 久久无法平静 谁也没有想到 一个只有一米高的小屁孩 竟然有这么可怕的实力 从出手到结束 都没超过五秒钟 七十八表现出来的力量太恐怖了 如同人形妖孽一样 速度快到肖战天这种 焚天晋八重天的高手 都无法反抗 力道大道 足以把肖战天的真气打散 让肖战天无法祭出神龛 虽然肖战天轻敌 但是 这也足以说明 七十八很强 七十八把肖战天甩出去之后 身形一闪 出现在了肖景天的面前 碰 肖景天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七十八就已经抓住他的头 重重地砸在水泥地板上 把他打得头破血流 昏迷过去 而后 七十八左手抓住肖战天的右脚 抓着肖景天的左脚 把他们父子两人 当作是棍子一样抡了起来 冲到了那些 还在呆滞状态的 雷火枪队的面前 碰 右手一甩 肖景天立即就如同人形棍子 一般人飞了出去 无比凶悍地砸翻了七八个人 碰 左手一甩 肖战天也如同人形棍子一般飞出去 砸翻了八九个人 啊哒啊哒啊哒 七十八一边攻击 嘴里还发出了稚嫩的大吼声 肖家父子被他抡得虎虎生风 把雷火枪队的那些战士 杀得人仰马翻 凶悍得一塌糊涂 所过之处 人群纷飞 惨叫声 跌宕起伏 啊哒哒哒 看我盗魔剑法 看我昆泉 七十八手提肖家父子 冲进人群 抡起肖家父子就砸 虎虎生风 把那些雷火枪队的战士 打得飞了起来 口喷鲜血 痛不欲生 没有一个人 能挡得住他一招 他如入无人之境 每一次抡起肖家父子 都能打倒一大片人 快开枪 开什么枪戏啊 家主和少爷都在他手里 一不小心打中他们怎么办 雷火枪队的那些战士们 面对冲击而来 如同一头凶兽一般的七十八 全都慌了 有人要举枪射击 结果却被拦住 面对无比凶残的七十八 他们一个个慌忙后退 根本不敢和七十八硬刚 纷纷后退 可是越后退 越没用 七十八凶猛无双 手提双人棍 一路杀穿过来 打得五百人的雷火枪队 人仰马翻 溃不成军 住手 眼看七十八这么凶猛 躲在暗处的肖家高手坐不住了 一道道强横无匹的气息弥漫 一尊尊坟天敬高手的身影 从天而降 落在了七十八的四面八方 把七十八包围住 足足有八尊 剩下的一些高手并没有出现 依旧隐藏在暗处 静观其变 是原来了 是我们肖家的坟天敬高手 二叔公 快救救家主和少爷 看到这八个人到来之后 雷火枪队的那些战士们 全都狂喜 这些都是坟天敬修士 比他们这些聚灵敬战士 要强了两个境界 而且 他们一口气就出动了 八尊这等可怕的高手 可能镇压七十八这个凶残的小孩子 一尊可怕的坟天敬七重天修士 站在了七十八面前 脑后 神堪祭起 神光璀璨 神堪内部祭坛上 供奉着一尊 看起来就无比猙獰 可怕的凶神 目光战战 在吸收了太阳精华之后 凶神全身都笼罩着熊熊火光 浑身散发着无比可怕的气势 伴随着神像这样的变化 这名修士体内的真气 也拥有了太阳之威 导致他的气势 也如同魔神一般恐怖 他目光森冷 盯着七十八 混账 把他们两个丢放下 说话时 他浑身的气血和真气 如同海啸一般涌现出 手里的武器 也绽放出璀璨神芒 整个人如同一座大山一般 拦在七十八前方 刷 话音刚落 七十八已经如鬼魅一般 冲到了他面前 好快 那名高手神色一变 碰 还没等到他有任何反应 七十八就抡起了肖战天 重重地砸在他的头上 把他打得如同 破布娃娃一般飞了出去 头破血流 蹊跷流血 该死 那高手紧咬牙关 运转体内的真气 想要稳住身体 只是 还没等到他的真气提起来 七十八又出现在他的面前 那双奶胸奶胸的大眼睛 盯着他看 怎么会高手神色再变 七十八一个五岁的小孩子 怎么会有这种惊人的速度 碰 他心里的想法还没完全诞生 七十八就抡起肖战天 如同重锤一样砸在他身上 恐怖的力量 把他整个身躯砸得没入地面半米 浑身如同散架一样疼痛 脑后 神光也随之消散 神堪没入大脑 再也无法出来 巨大的力量 已经让他昏迷过去 灭账 畜上 看到这一幕 剩下的七尊焚天镜高手 勃然大怒 他们二话不说 记起了神龛 绽放出璀璨神灰 七尊神像 从七个神龛之中出现 火光熊熊 光芒闪耀 如同七个小太阳一般 照耀的很多人 眼睛都睁不开 他们身上绽放出来的那种恐怖气息 也是让现场很多人都为之心颤 很多人都因为承受不住 这样恐怖的神像的威压 直接被镇压的跪在地上 神像是他们七个人 神胎修炼出来的第二生命 他们作用都是能够以一种无比快速的速度 来梳理体内真气 凝炼真气 让自身真气变得更加雄浑 海量 精纯 但是 神像一旦祭出 离开神龛之后 攻击的手段 往往都是在精神和灵魂的层次 直接震慑对方的精神和神魂的深处 神像手里的灵气 也是攻击对方精神和神魂的重要武器 一旦精神受损 修饰就算肉身再强 实力也会变弱 一旦神魂受损 修饰一辈子都会有缺陷 无法再精进半步 七大高手记起神像 催动体内的法觉 让神像源源不断地吸收太阳之力 变得愈发璀璨夺目 威力更甚 而后 他们一起出手 一张张大网 从神龛之中飞出 向基石八飞扑过去 与此同时 七尊神像也冲上高空 身体里绽放出一道道铁链 纵横交错 组合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形阵法 蔓延三百米 从天而降 如同巨大的锅盖一般 向着基石八镇压过去 镇法还没落下 但是 镇法上面蕴含着的那恐怖力量 已经射人心魄 把很多人镇压得心惊胆战 动弹不得 萧家绝学 天罗地网 专阵神魂和精神 七神斩魔阵 这要是被镇法围在里面 就算是乾坤进高手 都要喝一壶啊 看到这里 陈山 陈和囚 和陈飞龙等人 神色巨变 众所周知 萧家有三大法宝 四大绝学 五大才俊 三大法宝之中 流星倒海照就是其一 剩下的都是大杀器 每一次萧家用出那两件法宝 都能发挥出毁天灭地的威能 四大绝学 就是心法 玄阶八品功法 天罡禁魔功 玄阶九品阵法 七神斩魔阵阵 黄阶二品法门 天罗地网 黄阶二品法术 真黄魔枪 五大才俊 指的就是五个精彩绝艳的萧家天才 其中已经有两尊天才被挑选到了 省城的书院就读 前途无量 另外两大才俊 也已经参军 伴随着始皇大军 远征荒谷之地 剩下的一个才俊 目前正在闭关 正在冲击乾坤境 此时此刻 谁也没有想到 萧家的七大高手 会对一个五岁的小孩子 用出了天罗地网 和七神斩魔阵 这是真的要赶尽杀绝啊 萧家为了对付一个小屁孩 竟然触动了这么强的力量 那是小屁孩吗 你见过那个小屁孩 把焚天敬八重天的肖战天 当做武器一样轮起来用 这孩子要么是邪魔转世 要么就是妖念 不管怎么说 萧家这回是动真格的了 这个积十八可能要惨了 哼 何止是惨 萧家动用了这样的手段 分明就是要杀了这孩子 让这孩子魂飞魄散 躲在暗中的那些高手们 看到萧家七大高手 用出了这样的攻击 议论纷纷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积十八面对这样的攻击 肯定要遭殃了 注定会被镇压 生死到消 轰隆隆 天罗地网和七神斩魔阵 形成了之后 镇压而下 发出了雷鸣一般的声响 声势骇人 积十八抬头 盯着迅速落下的大网和阵法 瞳孔收缩 身为一头斜碎 这些攻击形成的雷鹰 对他还是有不少的影响 让他察觉到了危险 七尊焚天敬修士的联手 还是让他感觉到了压力 况且 现在烈日出生 那些修士神像里面蕴含着的烈火之力 对于他这种邪碎来说 也有很大的影响 邪碎 不能在阳光下出没 否则 将会被阳光灼伤 他之所以还能在太阳下行动 只是借助着飞暴皮衣的作用而已 飞暴皮衣挡住了所有的阳光 让他免受其害 但是 这些神像太过于靠近他了 只有十几米远 灼灼奇光 如同七轮小太阳一样围着他 让他压力倍增 不能硬僻 积十八当机立断 准备躲开 然而 等到他想要躲避的时候 已经太迟了 不知何时 一条条由真气换滑而成的铁链 已经缠绕在他的双脚上 铁链的另外一端 扎根在地面 积十八想要抬脚 铁链立即崩直 哗啦啦作响 限制了他的行动 这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谁干的 积十八错眉 他一直都很留意 萧家七大高手的动静 这七个人全力施展天罗地网 和七神斩魔阵 并没有使用锁链 牵住他脚的动作 这场战斗 有人在暗中使坏 就在积十八思索的时候 雷声大作 天罗地网和七神斩魔阵 已经落在他头顶一米处 尤其是七神斩魔阵 形成的那些铁链 更是璀璨夺目 晃得所有人眼睛都睁不开 积十八身在阵法中心 精神和神魂 受到巨大的影响 竟然产生了一丝 头晕目眩的感觉 灭障 受死 萧家的七大坟天晋高手 看到积十八被铁链困住之后 面目更加猙獰 运转全力 狠狠地把天罗地网和七神斩魔阵 轰向积十八 要把积十八直接绞杀 糟了 积十八看到这里 瞳孔收缩 感觉不妙 一咬牙 准备硬扛 一大七小 一多七少 你们萧家 好不要脸 就在此时 一声爆喝如雷鸣一般响起 陈山身形如电 刷得一声出现在萧家 一名焚天晋修士的面前 横眉怒目 重重一拳把那个焚天晋修士 轰飞出去 七神斩魔阵露出了一角破绽 给小爷开 积十八见此一幕 眼神一喜 当场就把萧战天和萧景天抡了起来 自下而上 劈向天罗地网和七神斩魔阵的铁链 刺啦 天罗地网落在萧战天和萧景天身上 如同烧红的烙铁一样 把萧战天和萧景天两人的皮肉 烫出了一道道胶痕 烤肉的味道 传遍全场 哎呀 萧战天和萧景天两人被硬生生的 从昏迷状态之下烫得醒过来 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 还没等到他们惨叫超过两秒钟 七神斩魔阵的铁链再次落下 重重砸在他们两人身上 咔嚓 咔嚓 伴随着一阵清脆的声响 他们藏在脑后的神龛 被这铁链打出了一道道裂痕 神龛里面供养的新生神像 也因此而震动 也出现了裂痕 扑 神龛受损之后 萧战天和萧景天父子更是惨叫连连 脸庞一片惨白 唯米无比 好像是一下子就苍老了几十岁一样 一蹶不振 最后 他们全都昏死了过去 快 解开阵法 否则 家主和少爷就死了 六大高手看到这一幕 顿时目自欲裂 急忙把阵法解开 阵法一解开 几十八双脚踩碎地面 如大鹏鸟一般 冲天起 手持萧战天和萧景天 把一个焚天镜高手砸飞出去 妖王恐怖的力量 打得那个高手静止昏迷过去 脑后神龛也出现了一刀裂痕 杀 剩下的四个焚天镜高手 看到自己的同伴再次被打伤 目自欲裂 再次向几十八扑杀过来 几十八毫不畏惧 手持萧战天和萧景天 当场就抡起来 砸过去 是家主 不要动手 收起力量 那五名焚天镜高手投鼠忌器 根本不敢再继续攻击 连忙收招 真气轰出 又收回来 这样的滋味 无比的难受 真气反噬 让他们四个人都脸庞胀红 难受得几乎要吐血 几十八也没有理会他们那么多 跳到半空之后 双腿再次虚空之中 猛然一蹬 刹那间 空气之中 响起了一阵空气暴鸣之音 它如同一个音爆核弹一样 震动空气 冲到了陈家西边的雷火枪队 它冲着我们来了 快 躲开 那些雷火枪队战士们 看到这一幕 神色巨变 连忙收起了枪械 慌忙躲闪 根本不敢开枪和反抗 哼 雷十八如导弹落下 把地面砸出了一个直径十米的坑洞 如同天坑 那恐怖的冲击波 如同潮水一般 向四面八方席卷 把那五百名战士先飞起来 被石头轰击在身上 然后又如同下饺子一般落下 苦不堪言 王八蛋 给我站住 肖家的五个焚天竟修士 勃然大怒 立即追上去 想要禁锢雷十八 但是 他们的速度 根本就比不上雷十八 在他们追过去的时候 积十八已经离开了那边 冲向了城堡北面 那五个焚天竟修士 奋起直追 刷 就在此时 陈山出现在他们面前 气势磅礴 如同一尊魔神一般拦住他们 欺负小孩子算什么英雄好汉 你们的对手是我 话音刚落 他爆发出了无与伦比的强大力量 神龛里 传出了一阵惊天动地的怒吼 他的新生神像 从神龛里面迈不出来 身上的烈火熊熊燃烧 发出了比那五名焚天竟修士 更加雄浑和炽热的神盲 震慑那五大高手 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陈山抱起 一个人对着五个焚天竟修士 发动了催枯拉朽一般的恐怖攻击 全影如疾风骤雨 笼罩在那五个人身上 面对陈山 那五个高手都不敢小觑 尽全力抵挡 六个人 站成一团 打得难分难减 看我打身边 啊哒啊哒啊哒 这一边 积十八弯的兴起 如同一阵狂风 冲向了陈家城堡北面的雷火战队 抡起萧战天和萧景天 整个人旋转起来 如同一个小陀螺一般 很快就把那五百名战士 全都打得飞起来 接着 他顾忌重施 再冲到了城堡南面的那一支队伍 一分钟后 那些队伍也都被打飞 所有战士都躺在地上 蹊跷流血 狼狈不堪 至此 萧家所带来的两千名雷火战队团灭 全都躺在地上哀嚎 手里的枪械都拿不起来 哀红遍野 七十八清理掉这些杂碎之后 把手里的萧战天和萧景天父子丢到一边 他抬头 盯着和陈山打得难分难解的 那五尊焚天境修士 目光凶悍 老爷子 让开 我来做这些雕毛 说完 他双脚再次把地面踩碎 如同雷霆炮弹一般 冲天起 气罐长虹 瞬间就逼近萧家的一尊焚天境修士 这一刻 从他身上爆发出了一股滔天的凶威 小小的身躯 如同一头太古魔兽一般杀气冲销 那个被盯上的萧家高手 顿时神色俱变 好像是看到了一头妖王向自己冲来 浑身一颤 遍体声寒 他连忙运转功法 护住全身 同时 神龛里绽放出一道道璀璨的刀芒 向着七十八劈去 七十八不闪不躲 迎着刀芒冲了过去 风锐的刀芒 劈在他的脑袋上 连他的头发 毒法劈掉一根 就被他撞得碎裂 这 这怎么可能 那高手瞳孔剧烈收缩 震惊的张大嘴巴 他的刀芒 可是能把金刚石都劈碎的恐怖戾气 怎么会连七十八的脑袋都砍不出痕迹 还没等到他反应过来 七十八就已经飞到了他的面前半米处 对他咧嘴一笑 笑容和李世七的笑一样 和善 人畜无害 无比的可爱 糟糕 看到七十八这笑容 那个坟天竟修饰神色巨变 全身上下所有肌肉 全都在这一刻绷紧 一股强烈的危险感觉 洗上心头 眼前这个五岁小男孩 人畜无害的可爱笑容 在他眼里就如同魔鬼一般 他想后退 想要和金石八拉开距离 只是 太迟了 碰 下一秒钟 金石八就已经狠狠一个头锤 撞在这尊坟天竞修饰的额头 强大的力量 把那头坟天竞修饰 撞得脑袋嗡嗡的 眼貌惊心 在这样的撞击之下 他脑后神龛开始摇摇晃晃 光芒也开始忽暗忽明 闪烁不停 脑袋受到撞击之后 他无法控制住体内的真气 也就无法维持神龛 碰 金石八小小的拳头 轰在这一尊坟天竞修饰的腹部 那个坟天竞修饰 立即就被打成了弓背虾 胃里的水都被打得吐出来 紧接着 金石八一记生龙拳 砸在他的下巴上 那尊高手夏河谷当场碎裂 被打得飞了上高空 而后如同流星坠落一般 砰的一声摔在地上 口喷鲜血 昏迷了过去 好玩好玩 老爷子 给我留几个 金石八打晕了一个人之后 落在地上 而后 双腿一蹬 再次冲上了和陈山战斗的 剩下四名坟天竞修饰 双眼发光 陈山急忙道 别抢 你已经解决了两个了 剩下的都是我的 金石八道 别呀 老爷子 给我留几个 陈山连忙腾空 挡住了金石八的去路 你别过来 他们都是我的 金石八急忙道 老爷子 做人不能这样 让几个给我 他们两个在半空之中争吵起来 抢着要做那四个坟天竞修饰 肖家的那四个坟天竞修饰 看到这一幕 表情顿时变得无比难看 他们在枫叶城 也算是大佬级别的存在 现在却成为了金石八和陈山的猎物 要是陈山一个人 那还好说 毕竟陈山在枫叶城是传奇人物 曾经一个人就砍遍了好几条街 实力很强 他们这次为了对付陈山 专门出动了包括肖家家主 肖战天在内的十一尊坟天竞修饰 可是 他们都没有想到 半路杀出了一个金石八 一个五岁的小屁孩 竟然如此凶猛恐怖 不仅摧毁了他们两千人的雷火枪队 甚至还毫不费力 就解决了两尊坟天竞修饰 如今更是把他们四个人 都当做是猎物一样 抢着要对付他们 一时间内 他们感觉自己 好像是煮熟的鸭子一样 香啵啵的 但是 这种感觉让他们全都倍感耻辱 撤 就在这四尊高手钻紧拳头 咬紧牙关 准备拼命的时候 忽然间 他们耳边传来了一个 富有雌性的苍老的声音 四尊高手神色一变 二话不说 立即就不再纠缠 和陈山 金石八拉开距离 迅速暴退 与此同时 他们还抛出了一条条锁链 捆住肖战天 肖景天 和之前被陈山 金石八打得昏迷的那些坟天竞修饰 用力一拉 那些人立即就被他们拉了回去 抱着 火速离开 陈山和金石八还在争抢 看到那些人离开 神色一变 站住 还没打够呢 你们还想跑 陈山和金石八当场集起直追 速度飞快 冲了过去 那四尊坟天竞修饰 惶恐无比 拼命狂奔 金石八杀红了眼 在奔跑的过程之中 抓起了地面上的一个街灯 把街灯硬生生拔了起来 切断了电线 把这街灯的杠 当作是长矛一般 向着那四尊坟天竞修饰 投掷出去 碰 就在此时 一堵泥土拔地而起 化作了一堵无比厚实的土墙 进行格挡 电线杆把土墙击穿 但却无法动穿 最终还是被卡在了墙壁上 轰隆隆 土壁依旧在往上变高 最终高达五十米 拦住了陈山的去路 陈山停在了半空 抬头 看向了墙壁的顶端 在土墙的上面 一个只有二十五岁的青年 居高临下 俯瞰着陈山 眼眸冰冷 衣袍烈烈作响 如折仙凌晨 他只是站在那里 就已经充满了压迫力 不怒自威 让人忍不住产生了一种 高山羊指 要顶礼膜拜的感觉 陈山看见此人 微微醋眉 萧家五节之一 鬼才萧雄 萧雄是萧家五大俊杰最少的那个 但是 武道天赋无比的可怕 年仅二十岁 就已经突破到了新生境 比陈红耀 杨采薇都要强上几十倍 据说 此人花了五年时间 就已经修炼到了 焚天敬酒重天 随时都可以突破到乾坤境 就算是陈山 面对这种精彩绝艳的青年 一时间内 也不敢轻举妄动 姬十八此时追了过来 仰头看着高空上的萧雄 双手插腰 哦 赶住强篮小爷的路 你这刁毛太可恶了 滚下来 小爷要打你屁屁 萧雄扫了姬十八一眼 目光又落在了陈山的身上 冷冰冰道 陈老爷子 今天之事就此结束 你们要是再敢追过来 我可就要出手了 陈山文言 面容阴沉 沉默不语 萧雄出手 必定见现 轻则杀一人 动辄图人满门 之前的第十大家族 就是因为招惹了萧雄 被萧雄一人团灭了 陈家才有机会进驻内城 成为新的第十大家族 而图人满门的时候 萧雄也仅仅只有十几岁 虽然有护道者和萧雄一起出手 但也可见 萧雄的实力有多么可怕 之前萧雄闭关冲击乾坤境 此时此人出关 说不定已经突破了 面对这种真正的天才 陈山一时半会 也不敢轻举妄动 萧雄却不管那么多 依旧插腰大喊道 刁毛 站那么高干嘛 给小爷滚下来 萧雄冷冷盯着萧雄 目光如电 刹那间 萧雄就感觉自己 好像是被一头庞大的巨龙盯住一样 毛骨悚然 他缩了缩脖子 再也不敢大呼小叫 看着萧雄的眼神 也出现了一抹恐惧之色 难难道 这家伙看起来那么年轻 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眼神 萧雄不再看几十八 而是盯着陈山 冷冷道 老爷子 我今日有事 不和你们计较 三天之内 你们陈家全体背负金条 登门谢罪 否则 灭你满门 说完之后 他纵身一跃 消失在所有人的视线之中 陈山站在高空之中 面容异常凝重 陈山看着萧雄离去的方向 忧心忡忡 他虽然有信心能干掉萧雄 但是 干掉萧雄之后 他也会身受重伤 等到他们陈家和萧家两败俱伤之后 萧家可能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毕竟 萧家 还有其他的四节在外面镇守 这是底蕴 一般人都不敢动他们萧家 但是 他要是倒了 陈家就惨了 之前他被人面猴附身的时候 那些人就敢蚕食陈家的产业 还联合新陈社 一起来釜底抽薪 想要把陈家武馆占为己有 若是他战死沙场 估计其他的九大家族 会一拥而上 把他们陈家给血洗和瓜分了 所以他不能追击 也不敢死拼 即使把此时回过神来 不爽道 老爷子 他谁啊 走 咱们追上去 弄他 陈山沉声道 算了 事情已经解决了 而且 我们追上去 很容易中了他们的埋伏 他们 萧雄闭关很久 他突然出关 要么是突破到了乾坤境 要么就是想骗我们追过去 在前方设下埋伏等我们 所以 穷扣莫追 陈山叹了口气 道 况且 萧雄实力很强 恐怕你不是对手 刚才 季十八面对其他人的时候 那叫一个嚣张凶狂 但是 面对萧雄时 却不敢动手 可想而知 季十八也很忐忑 不行 我不允许有比我 还牛逼的人存在 萧雄这个掉毛太装了 我就是要削他 季十八一脸不爽 道 我打不过 但是 我表哥一定打得过 我不允许他在我表哥面前装逼 说完 他大喊道 表哥 到你出手了 无论萧雄有多么可怕 在他看来 只要李十七出手 必定能碾压萧雄 把萧雄按在地上摩擦 而且 以他对李十七的了解 李十七肯定不会允许有人 在他面前装插 只是 他喊话之后 周围一片安静 季十八神色疑惑 不对啊 萧雄都已经装成这样了 李十七怎么还不动手 这不是他主人的风格啊 季十八回头 看向李十七的位置 陈山也回过头来 陈和球 陈飞龙和陈红耀 这时也才想起了李十七的存在 连忙看向李十七的位置 然而 等到他们看过去的时候 却发现 李十七不知何时已经消失了 根本不在原地 众人一正 李十七去哪里了 所有人都东张西望 找寻李十七的身影 很快 所有人都就发现 李十七在哪里了 陈家城堡 正门外 李十七正在捡雷火战队 掉落在地上的那些雷火枪 他身上已经背负了十五把雷火枪 手里也持着一把雷火枪 左手持枪 右手拉着雷火枪上的枪栓 拉来拉去 把子弹上膛又拆下 双眼兴奋 无比激动 而且 他看到有受伤的雷火枪队的战士 向他看过来时 立即就把那个战士打晕 然后把那个战士手里的枪械抢夺过来 动作干净利落 但却 捏手捏脚 头感特别重 这就是雷火枪吗 厉害 李十七一边摸着枪 一边喃喃自语 双眼发光的 看着其他战士手里的雷火枪 我的 这些都是我的 从他身上背负着的那些枪械来看 在陈山 G十八和肖家坟天进高手战斗的时候 他应该就一直在偷枪了 根本无视陈山 G十八那边的战斗 李十七正在摸枪 忽然发现周围一片寂静 似乎战斗结束了 他抬头 立即看到陈山 陈和球 陈红耀 G十八等人 看着他的眼神 无比的古怪 G十八 哥 我亲爱的主人 敌人都溜走了 你在干嘛 投枪 李十七看到这一幕 立即就站直了身躯 昂首挺胸 理直气壮地对陈鹏他们招招手 指着那些枪械说道 那个谁 过来 这些都是咱们的战利品 快来收走 接着 他又捡起了几十把雷火枪 环绕在自己的身前 雷火枪一把紧挨着一把 变成了一个圆形 把它笼罩在内 李十七 好多枪 这就是传说中的枪吗 这金属质感 这冰冷的手感 帅啊 以前在燕京的时候 阿公手里就有一把雷火枪 经常交给十三个和十四个来使用 他和十四个 十五个做梦都想要摸一下 结果却都被阿公敲打双手 不让他们碰 生怕他们让枪械走火 然后 李十七看见阿公隔着一百米 一枪 把一个暗杀目标没心动穿时 更加兴奋 从那时候起 他就打从骨子里面 喜欢枪械 没有一个孩子 能拒绝拥有一把真枪的诱惑 后来 在镇摩监狱时 军火之王也曾经说过 小十七 我有一把大狙 用特殊符文加持了枪管和子弹 可以在八百里开外 一枪干爆敌人的脑袋 李十七当时听到这番话 眼睛都亮了 八百里开外 一枪就爆掉敌人的脑袋 这得有多帅啊 所以 在镇摩监狱时 李十七就无比渴望能得到一把枪 可惜 他一直没有机会 监狱里面 除去玉井有枪之外 其他的魔头都没枪 李十七要忽悠地藏 神功等人 那自然也是不能夺枪的 现在终于抓到机会了 那么多敌人倒在他的面前 他怎能放过 所以 他根本不去管纪十八和陈山的战斗 冲了过去 捡起了一把又一把的雷火枪 如同得到了心爱的玩具一样 欣喜欲狂 转大发了 咔嚓咔嚓 李十七双手摸索着这些枪械 不断拉动枪栓 让子弹上膛 摸索着枪身 兴奋无比 陈山神色一变 急忙道 小十七 枪口不能对人 小心走火 这么多子弹 李十七全都给枪械上膛 一旦走火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距离李十七靠近的那些雷火枪 对战士们看到这里 也是神色大变 慌忙挪动身体 避开了李十七 对准了他们的枪口 然而 李十七此时正无比兴奋 就想着好好玩枪 根本不听陈山的话 猛然扣动扳机 砰砰砰砰 刹那间 枪声大作 围绕在他身边的几十把雷火枪 一起喷火 如同疾风骤雨一般 向着四面八方爆射 枪声大作 子弹像是暴雨一般 向着四面八方爆射 卧槽 看到李十七开枪 现场所有人全都神色巨变 二话不说 连忙闪躲 拼命往有掩体的地方跑 狼狈逃窜 陈山 姬十八更是不敢接近 连忙躲得远远的 那些之前被姬十八打倒在地的雷火战队战士 全都吓得半死 哭得喊娘 疯狂地往远处奔跑 就算是被打断了腿的那些战士 也是咬着牙 双手并用 疯狂爬走 撑当当 那些无比密集的子弹打在了墙壁上 地板上 建筑物上 路边的消防栓上 以及各种各样的掩体之上 爆发出了一阵阵很动听的声响 与此同时 还有很多子弹 扫射在那些战士之前躺着的地方 把地面击打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孔洞 冒着白烟 那些战士们吓得脸都白了 慌忙翻滚 后撤 死也要和李十七拉开距离 陈山和G18等人也不敢靠近 只能远远看着 一直在一旁看戏的司机 无期早就已经把马车开得远远的 躲避子弹 幸运的是 肖家这些雷火枪的射程并不远 也就只有两百米左右 子弹超过两百米之后 威力就减弱了许多 就算是打众人 也只能造成皮外伤 不会要命 啊哒哒哒哒哒 看我雷霆战机 李十七不断地扣动扳机 疯狂扫射 玩了一个爽 在他的轰击之下 子弹向着四面八方射击 火光四射 陈薇躲在陈家城堡里 探出头来 看着兴奋开枪的李十七 咋舌不已 颤声道 彭哥 这 这李十七不会是个小疯子吧 他见过很多高手 也见过很多小朋友 但是 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 八岁就敢拿这么多雷火枪 一起射击的小朋友 太疯狂了 谁家正经的孩子 开枪会这么兴奋 一边开枪 一边哈哈大笑啊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是在放烟花呢 陈鹏也震撼于李十七 这样疯狂的做法 听到陈薇这么说之后 立即面容一沉 严肃道 薇薇 你过分了 记住了 李十七是 我们陈家的福星 是我们的大恩人 你不许对他无礼 否则 老爷子怪罪下来 我都保不住你 自从李十七 给了他们陈家十七件宝物之后 陈山就已经召集 所有高层开会 要求所有族人 都要把李十七当作 是比父母还亲的亲人来对待 还要把李十七当作是大恩人来对待 不许对李十七有任何不敬 更不能对外泄露李十七的所有信息 李十七的来历 也绝对不能对外说 陈薇文言 吐了吐舌头 脸上还是很不服 他看着正在那边 哐哐哐开枪射击的李十七 难难道 这小屁孩 简直就是大魔王 接着 他又看向陈红耀 一脸同情 红耀姐 您辛苦了 这样的小老公 恐怕很难管啊 陈红耀脸一红 瞪了他一眼 再胡说八道 信不信我把你扔进山里 陈薇神色一变 立即浸入寒蝉 感受到了清洁的压迫感 一句话都不敢说了 啪啪啪啪 城堡正门处 李十七依旧在开枪射击 兴奋无比 玩得不亦乐乎 不过 这些雷火枪里的子弹很少 只有二十发 李十七打完所有子弹之后 枪管都在发红 冒烟 哈哈爽 太爽了 难怪阿公和十二哥 他们喜欢用枪来解决战斗 这种感觉太棒了 血脉都要觉醒了 李十七打完那些枪的所有子弹之后 哈哈大笑 兴奋无比 他把几十把雷火枪压在地上 取出了其中一把 背负在身后 然后从随身包裹里 拿出了一把绳索 把所有的枪械捆在一起 丢进了包裹里 这些可都是好东西 是他三岁时最喜欢的玩具 必须要好好保管 待会儿搜索一些子弹 今晚出城 用枪狩猎斜碎 李十七激动又兴奋 有枪 那肯定是要去打猎的 想到这里 他大手一伸 一根根细线 从他的手指间飞出 千丝万缕 飞向了四个方向 纷纷拴住了所有雷火战队 战士们手里的雷火枪上面 下一秒钟 他用力一拽 哗啦啦 一千九百多把雷火枪 立即如同一片片乌云一般 飞了过来 落在了李十七的旁边 堆积如山 李十七背负着一把枪 对着躲在城堡里的 陈家族人招招手 道 好了 没事了 你们过来 分战利品了 陈和求 陈飞龙 陈洪耀 陈鹏等人面面相去 这才走了出来 陈山和姬十八爷走了过来 看着这堆积如山的雷火枪 表情各异 李十七拿起一把枪 递给陈鹏 鹏哥 这是你的 接着 他要拿起一把枪 递给陈和求 陈叔说 这是你的 拿着拿着 不要推辞 我这里还多着呢 飞龙叔公 这是您的 陈爷爷 这是您的 还有 大家都有啊 拿着拿着 都是我的一点小心翼 他拿着那些枪械 一个接一个的 全都分到了陈家族人的手里 每人一把 就好像是分玩具一样 三岁小孩子 他也给了一把 甚至 就连还被一个中年妇女抱着的一岁小宝宝 他都塞给人家一把 人家妈妈推辞时 他还强硬的塞过去 都是小孩子的玩具而已 拿着拿着 那小孩子妈妈哭笑不得 雷火枪 玩具 这可是能杀人的武器啊 那给一岁小孩子 丢掉手里的勺子 摸到枪时 立即双眼发光 喜欢的不得了 李时期哈哈大笑 道 婶婶 你看 小孩子就是喜欢这种玩具 一定要多给他玩耍 玩枪 一定要从小孩子抓起 只有熟练掌握枪法 以后才能更好的为社会做贡献 小孩妈妈文言 更加哭笑不得 让一岁小孩子学开枪 恐怕也只有李时期能做得出来 别说小孩子能不能扣动扳机 就是能扣动 那后座力 肯定也能把小孩子绷到骨折 李时期给陈家人发完枪之后 又拿起了两把枪 递给姬十八 来来来 十八 这两把枪是你的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双枪姬十八 有人敢惹你 你就开枪 扫他老母 陈山站在一旁 听到李时期这番话 再看看姬十八那可爱憨厚的样子 不敢想象 姬十八手持双枪射击的那个画面有多美 姬十八接过枪 上下打量 也是满心欢喜 人类的这种火器 杀伤力太大了 他曾经就差点被一把枪崩过 现在自己竟然也能拥有两把 太梦幻了 李时期又拿着两把枪 走到一边 递给司机吴起 小吴 拿着拿着 吴起一正 我也有份 李时期黑黑一笑 倒 都是自己人 都有份 吴起有点不想要这东西 毕竟这是消价的 但是 李时期给了 他也只能对着笑脸收下 谢谢时期爷 李时期笑呵呵道 你看 我说我是一个乐于分享的好孩子 没骗你吧 吴起连连点头 是的 时期爷是我见过最帅气 最会分享的好孩子 李时期听到这话 哈哈大笑 心情更加愉快了 独乐乐 不如中乐乐 自己一个人开枪玩耍 远不如一群人一起玩耍比较好 姬十八走过来 眼神疑惑地看着李时期 表哥 你不是有刀刃当武器了吗 怎么还要这种枪 在他看来 李时期背后的那把杀猪刀 比这枪械的杀伤力强多了 李时期神色认真 哦 小十八 你这个人什么都好 就是读书太少了 论语 有云 君子不弃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君子战斗时不能只使用一件武器 更不能限制自己的武器 不管是刀 枪 剑 还是流算 王水 只要能打死敌人的 都是好武器 再说了 有枪不用 怎么成大宗师啊 李时期说这话时 特别的理直气壮 甚至 他还多拿了两把雷火枪 塞在了七十八的手里 时代变了 枪这玩意 很好用 多拿两把防身 七十八恍然大悟 觉得有道理 立即把枪收起来 夸道 主表哥 你太有学问了 跟着你 我真是受益匪浅啊 是啊 有枪不用 怎么能成大宗师 这玩意儿 可比什么刀枪剑剑好用多了 李时期哈哈大笑 哦 那是自然 你表哥学识渊博 什么都会 以后你跟着我好好学习 将来一定能考上状元 他洋洋得意 好像小孩子在炫耀自己刚刚学到的知识一样 说话时 还拿起了手中的雷火枪 瞄准了一个地方 喜不自胜 爱不释手 七十八连连点头 鳄鱼奉承道 对对对 表哥是我见过最学识渊博之人 完全可以考状元 入室当宰相 李时期被夸得飘飘然 道 哈哈 说得好 不过你哥不想当什么文状元和宰相 咱们当武将 谁敢惹咱们 咱们就拿枪和炮轰谁 这个 就叫做君子不弃 七十八双眼发光 再次开始夸奖 表哥 你太厉害了 有学问 这辈子我就跟着你混 一个人夸 一个人笑 两个小屁孩 拿着几把抢屑 画面一度无比滑稽和荒诞 陈和囚 陈红耀 以及陈飞龙等人 全都沉默 表情古怪无比 君子不弃 还能这样解释 这不是不择手段吗 小十七 你学的是正经 论语吗 怎么江湖味道这么重 连硫酸 网水都出来了 听起来都有一种阴险毒辣 往死里弄死敌人的感觉 这就很社会啊 陈山听着李十七的话 眼睛逐渐发亮 仔细琢磨了一下 李十七的话 还真的有几分道理 如果是生死战斗的时候 哪里管得了那么多条条框框 不说网水和硫酸 就是用木头 石头等等东西 把敌人宰了 那也是最好的武器 最好的手段 陈山深以为然 走过去 道 小十七 你这 论语学得真好 也算是别出心裁 另有领悟 实践性很好 以后 你一定要多教教陈家子弟 论语 他也学过 论语 但是 他没有想到 论语 还有这样的另类解读 每一句话 都是足以活命 和安身立命的江湖根本 这要是陈家的子弟 都学会这些经验 将来出门行走江湖时 也不会被其他人坑骗太多 李十七文言 神色一喜 我就知道 阿公和裁缝教的知识 是高等知识 终于有人知道 我学问的含金量了 他拍着胸膛保证道 是为之急者死 陈爷爷 你放心 我以后一定把道上的 论语 交给陈家所有人 保证让他们受益匪浅 陈山看到 李十七这人小鬼大的模样 哈哈大笑 慈爱地摸着他的头 好好好 不愧是我故人的孙子 小十七 你太棒了 和李十七 虽然只是相处两天 但是 他对李十七越来越喜爱 这孩子不被世俗所束缚 形式怪诞 完全不按常理出牌 但却又重情重义 这个小男孩 太对自己的胃口了 这时 陈和秋走了过来 面容凝重 道 小十七 把这些枪械还回去吧 这不是我们所能拥有的 李十七连忙把手里的枪械 放在背后 警惕道 为什么 好不容易才得到的玩具 他可不想就这样交出去 陈和秋解释道 在龙国 私藏枪械 是中罪 等同造反 如果有人把这件事告诉给城主府 城主府再汇报到更高的执法机关 我们陈家可能就要完了 李十七疑惑 为什么萧家可以 我们不行 陈和秋再次解释道 萧家有人参军 当上了将领 而且 他们还是枫叶城的守城家族 负责城里城外的安保工作 办理了手续 合法持枪 李十七道 那咱们也去办理证件就好了 陈和秋叹了口气 道 这个证件不是你说办理就办理的 需要有特殊的许可证 要么是加入守城 成为守城的一员 以后有什么任务 家族都要出动 出山剿匪 或者诛杀邪碎 反正 有什么祸事 都需要冲在最前方 要么 就是和柳家的神兵型一样 注册一家武器店 以后我们也开武器店 但是 开武器店也不是我们能开的 那也都是需要大背景支撑 要朝中有人 顿了顿 他又说道 况且 这些雷火枪虽然多 但他们只配备了二十发子弹 我们打完了 就没有子弹了 李时期听到这话 放下心来 啊 这些都好解决 我来搞定 陈和求促眉 疑惑地看着李时期 其他人也都露出疑惑之色 私藏枪械 这是重罪 他们陈家都搞不定 李时期怎么搞定 李时期没有理会他们 对着远处的一辆马车招招手 老柳 美女姐姐老板 来好久了吧 快点过来 我们有生意做了 萧家败走之后 很多民众暗中的人都已经退走 街道冷冷清清清的 远处柳红旗和柳诗诗 看到李时期招手 对视一眼 这才让司机驾驭着马车 来到了陈家城堡 到来之后 柳红旗第一时间下车 毕恭毕敬的对李时期居公行礼 柳红旗见过十七眼 接着他才对陈山和陈和球等人点点头 老爷子 陈组长 好久不见 陈山 陈和球 也连忙回礼 看到这一幕 陈飞龙 陈红耀等人 全都眼神惊恶 鬼眼神兵柳红旗 此人在枫叶城 也是德高望重之人 足以和陈山平起平坐 结果 他见到陈山 只是点头示意 见到李时期 却这么恭敬 而且 他们都是修士 观察力无比敏锐 一下子就看出来 柳红旗对李时期的眼神 写满了恐惧 这又是什么情况 陈山对着柳红旗拱手行礼 欠然道 柳兄 真是不好意思啊 我们家小时期顽皮了一点 可能开走了你的马车 这样 你开个架 我们陈家倾家荡产 也会买下你这辆马车 他知道 杨角首尾师马车 是柳红旗的专属 不知道李时期 从哪里把这辆车开回来的 但是 他也看得出来 李时期特别喜欢这辆车 从李时期下车时 叮嘱司机把车开到安全的地方 就可以看出来 李时期的喜爱和珍惜 现在柳红旗到来 他下意识就以为 柳红旗是来陈家兴师问罪的 所以 为了李时期的爱好 他也不打算把车交出去 而是要购买 倾家荡产 都要买下这辆车 送给李时期 柳红旗听到这话 顿时吓了一跳 急忙道 别别别 陈老哥 你误会了 这辆车我已经送给石七爷了 今天来不是为了要车的 是给石七爷送礼的 说完 义公毕竟的递给李时期 道 石七爷 这是我之前答应给您办的卡 现在 给您送来了 接着 他又拿出了一个锦盒 递给李时期 这个是我们柳家的一点小心意 还请石七爷收下 看到这一幕 陈山 陈和囚 陈飞龙 陈红耀等人 再次震惊 什么情况 柳家 柳红旗 那可是真正的国家兵器供应商 哪怕是见到枫叶城城主 他都不会这样恭敬和行礼 相反 城主都要对柳家和柳红旗 李让三分 恭恭敬敬 怎么现在柳红旗法 还对李时期恭敬上了 李时期毫不客气 当场就收下锦盒和银行卡 兴奋道 老柳 这些都是小事 我有一笔大生意和你做 这样 你先让那个陈家 也加入你们神兵行 咱们都合法持枪 然后 咱们以后一起做生意 我保证 你会赚得盆满钵满 柳红旗和柳诗诗 两人听到这话 面面相去 眼神写满了犹豫 柳诗诗道 李先生 我们不是不同意 只是 你们陈家要加盟我们神兵行 需要经过一层层审批 不只是封叶城的城主府 还要总部和总部背后的那些人 这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 但是 谁都能听得出来 这是在婉拒 稍微懂行一点的人都知道 加盟神兵行 绝对不是轻易之事 这一行关乎着城市的武器运转 武器库存 不仅仅是神兵行总部说了算 还要有多方制衡 需要上报龙国的相关部门 层层审批 如果要认真走完这个审批流程 最少都需要一个月 而且 陈家也并不具备 加盟神兵行的条件 柳红旗一脸为难地说道 石器言 您看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我一个人 说了不算 李石器手里 拿着雷火枪 拉动枪栓 子弹上膛 老柳 这是我第一次求人 你不会不给我面子吧 柳红旗看着李石器手里的那杆枪 心中突了一突 慌忙道 可以商量 一切都是可以商量的 眼前这位主 可是妥妥的杀心 敢独自一人 在夜晚山林里行走 还是妖王鸡鸽的主人 一手裁缝豹皮之术 更是让他心惊胆战 如今这位主手里 还拿着众生平等气 以这位爷的性格 他要是回答不好的话 说不定这位爷会一枪 把他给崩了 在他心里 李石器肯定能做出这样的事 李石器举起手里的雷火枪 环扫了一眼周围 最后枪口对着柳红旗 道 老柳 有人说我们 私藏枪械是要造反 你看 这件事怎么处理 柳红旗冷汗刷的一声 救下来了 你妈 你都把枪口对准我了 还要我怎么说 他急忙道 绝对不会的 石器爷 陈家就是我们神兵型的 合作伙伴 您就是我们神兵型的顾问 这些雷火枪 都是我们神兵型 送给您鉴定和修复的 李石器道 那么 陈家的加盟契约 我的顾问证书 还有这些武器的 合格证明那些 柳红旗连忙道 等我回去处理 马上就派人送到府上 不不不 我亲自到陈府签约 今早陈家 就是我们神兵行的加盟商 柳诗诗听到这话 神色巨变 连忙拉拉拉柳红旗 示意柳红旗 不要乱说话 柳红旗却不管他 只是陪着笑脸 一脸巴结讨好的 看着李石器 李石器道 这还不错 那么 作为加盟商 我们是不是也要有一部分子弹库存 柳红旗如小鸡灼米一样点头 没问题 一会儿我亲自送到府上 李石器道 还有 我想要雷火大炮 柳红旗一咬牙 也没问题 李石器这才放下枪械 露出了笑容 握住柳红旗的手 笑呵呵道 老柳 你果然是很好爽啊 合作愉快 好说好说 合作愉快 柳红旗连忙附和着笑脸 和李石器握手 心里却叫苦不迭 你马的 你刚才拿枪指着我 我敢不豪爽吗 李石器笑着从自己的包裹里 拿出了一个蛇皮袋子 递给柳红旗 道 既然咱们都是盟友关系了 那我也不亏待你 这些 你帮我卖了 利润我扒你二 有意见吗 柳红旗原本以为 自己是要做亏本生意了 但是 为了活命 只能虚与伪仪 如今看到李石器 突然又拿出了一个蛇皮袋子 顿时一正 他接过蛇皮袋子 稍微打开 看到里面的那些东西之后 瞳孔猛然收缩 神色巨变 他第一时间把蛇皮袋关紧 如获至宝一样收在怀里 无比惊喜和激动地看着李石器 颤声道 石器爷 您 您真的要卖这些 李石器道 当然 但是 你记住了 别给我偷肩耍花 答应我的事情 必须马上给我办到 柳红旗急忙道 一定一定 石器爷 小的我现在就回去 帮陈家弄合同 从这一刻开始 我们柳家和陈家 就是一家人了 说话时 他看着李石器的眼神 就好像 是在看着人间质宝一样 恨不得马上就把李石器供起来 这是妥妥的财神 这蛇皮袋子里的东西 一旦卖出去 他们柳家就真的发达了 那就完全有资格举家 搬迁到大城市了 李石器挥挥手 道 知道就行 快滚 柳红旗点头哈腰 道 是是是 马上滚 他只起腰 对陈山和陈和秋点点头 道 陈老哥 陈家主 以后咱们两家就是一家人了 我先去办手续 一会儿见 说完他拉着柳诗诗 坐上马车 迅速离开 陈山 陈和秋 陈飞龙 陈红耀等人见此一幕 面面相去 这又是什么情况 他们都看着李石器 眼里闪过一抹担忧之色 这孩子拿枪指着柳红旗 把事情谈妥了 连孔带下的 这也行 李石器把雷火枪背负在身后 拍拍手 道 好了 解决了 他抬头 看向陈和秋 道 陈叔叔 还愣着干嘛呀 神兵行说了 我们是他们的合作伙伴 可以合法持枪了 所以 这些枪都是我们的 一会儿 他们还会送子弹和雷火大炮过来 收着就行 现在 让人搬运枪支吧 陈和秋听到这话 将信将疑 陈山却选择相信李石器 道 搬吧 陈和秋听到父亲发话 这才下令 让其他陈家族人去搬枪 很多陈家的族人上来 把那些雷火枪 连同子弹都搬运到了城堡里 脸上带着无比惊喜的笑容 陈家加盟神兵行的生意 也就能合法持枪 有了这一批雷火枪 他们陈家的战斗力会更强 以后的地位 肯定会更加巩固 陈和秋看着李石器 道 小石器 谢谢啊 这次你们兄弟两人 又帮了我们陈家的大忙 李石器笑着摆摆手 道 陈叔说 咱们都是一家人 不用那么客气的 况且 我也得到了我心爱的万卷 他拿着手里的雷火枪 爱不释手 忽然间 他像是想起了什么 抬头问道 对了 陈叔 陈爷爷 神兵行有没有雷火枪加强版的 AT机枪 陈山皱眉 你要那东西干嘛 李石器手持着雷火枪 双眼发光 兴奋到 整把AK 做大座墙 再创辉煌 谁敢上门找我们麻烦 那就拿出AK 扫区老尾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